慧玄总统曹坤和汪恩浦李彦卿商量如何对付吴佩福吴子玉,三个人苦思冥想没有良策。 为什么呢?这吴佩福是软硬不吃,还不尽女色,还不图钱财,你说这怎么办呢?三个人研究来研究去,就该吃午饭了,正在无研究呢,徐永海从外边进来。 掌柜的,掌柜! 徐永海,什么事?掌柜的坏了。 吴佩福吴大帅来了。 这一句话,无音于晴天霹雳。 曹坤在这坐着听得清清,我娘! 等等,带了多少兵马。 哎,总统,没有,我看得清清楚楚,带了四个贴身保镖,还一个副官姓牛,来了。 哎呀,我的妈呀! 紫玉怎么找到这儿来,她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她也不知道如何治好了,正说着。 脚步声音,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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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 紧跟着,人影一闪,人高马大的牛长盛,牛富官,满脸横肉,双盒子炮,狮子茶花子子弹带。 一条铃铛推门进来了,往旁边一闪。 紧跟着,吴佩福也还要进了屋。 吴佩福真神奇! 身穿变装,光脑袋大个儿,那脑袋都闪光,宽脑门,方下头。 细皮嫩肉,八字利剑眉,一对大豹表,戴着墨镜,同观鼻梁,方还阔口。 贱眉壶,望着啱绝,牙壶还带尖。 身上穿着紫色长衫,布底鞋,白袜子,外边罩着青段的砍尖,显着十分潇洒,儒雅,往着一戳一战,真显着高人一头是炸人一臂。 再看曹坤,脸上的肉,不不不不,直蹦了。 赶紧站起来。 紫月,你咋找到这儿来了? 大总统啊,我的大总统,好难找啊。 我的鞋底都没漏了。 闹了半天,您在这儿。 要不是好心人指点玄机,我还见不着你。 大总统,看你这一身在这一作品,潇洒呀。 难道说你就不想一想,有人看着你这总统宝座眼红吗? 你却没想到哪天倒台不成。 你却没想到哪天? 你却没想到哪天? 曹坤的脸刷就变了。 紫月,坐,坐下说,坐下说。 你到外面。 吴佩孚一挥手,牛长盛牛副关,打了个立正。 就退出去了。 把门关上。 吴佩孚坐下。 嗯? 一草这屋怎么还有两位? 一老一上。 我总统。 这二位谁 我没来得及介绍 这是 新峰楼的掌柜 姓汪 叫汪恩浦 这位姓李 我的贴身副官 叫李彦青 汪恩浦 行了个九十度鞠躬里 吴德帅 您好 您忘了 您过去曾经到小号来过 您吃过饭 我孝敬过您 怎么您忘了 我就是汪恩浦 大总统 大帅 你们谈着 我到外边伺候他 需要什么东西 尽管申付下来 我孝敬二位 告退 告退 站住 吴佩孚把眼睛瞪眼镜摘下 你过来 站住 道帅 你就是汪恩浦 九文大明啊 我听说你的鬼点子不少 大总统 大总统会选之前 你帮着没少了筹划呀 听说 到大明府一带抓那些烟贩子 是你出的点子 还听说 在支离省 什么牧军响 大小摊派 也是你的点子 对不对 我们府一听 他调查的怎么那么起 这大胖脸上 这汗就淌起来 这 这 这 你说承认不承认 估知的是福还是货 一丑无佩服 那个严肃劲 眼睛充满了杀鸡 汪恩浦真没出气 就站在这面前 但说实话 拉了一裤子 真的害怕 浑身立斗啊 汪恩浦 你开饭馆的 你好好开饭馆的 你哪那些先行 现在大总统会选成功了 留下了骂名 你跟他有罪没罪 大总统有个好歹的跟你有没有关系 你太不是东西了 我今天应该 我今天应该 那下边的话没说 往恩浦哭通就跪下 哎呀 大帅饶兵 大帅饶兵啊 不管我就是大帅饶兵 大总统跟我说点好话 曹昆就在这坐着 曹昆你看 紫月 紫月 别去 恩浦是个买卖人 老实极了 你听谁说的 无尽之谈哪 他帮过我麻是有的 不像你说的那么严重 紫月 咱图个吉利 好吧 饶着他吧 没事 好吧 看在总统的份上 今天当个屁就把你放 滚 滚远点 是是 多谢大帅 多谢大帅 我的 干嘛 换裤子去 下来的 光安普等出去 好像没他地上 他行了 就说不知的深浅的李彦青 李彦青在这坐着 不以为然 仗着曹昆的势力 没瞧得起不佩服 拿着手绢和紧擦 哎 我说两句啊 其实大帅呢 也不必这么动怒 无济之谈 人心可测 说这个 王掌贵的 的确是好人 大总统说的一点都不假 什么呢 有贪派 什么有这个 那个的 那纯粹是 胡说 你说 你这算个鸡 他这一只字 不要 吴佩服 顿时的眼睛 都冒了火了 吴佩服 早就听说了 曹昆身边 收了个男计 哎 就是他 听说咋的 嬉皮嫩肉 小巧玲珑 当了贴身的副官 简直那丑闻 都传遍了 今天看着 摇头晃 屁股的 哎 哼 你是谁 李燕青 李燕青 我找的就是你 来啊 把他拉出去 枪毙 枪毙 牛肠圣经 是 一挥一手 外边金俩贴身的保镖 过 拎胳膊 哎呀 我娘 把那李燕青 哎 扳在地上 拖丝狗 这儿 紧跟着牛肠圣 一伸手 把盒子炮 蹲出 咔吧 顶门头就顶上 拎 你燕青 哪见过这 真实 真的害了怕 哎呀 大总统救命啊 大帅 扰明啊 总统 大人救命 曹昆的脸 都绿了 烟能不管 紫月 慢 慢 紫月 你怎么了 你 我得罪你了 他们没得罪你 燕青是年轻人 有个做事对于不对 怎么还要担待呀 紫月 看在我的脖面之上 放着他吧 我求你了 不管 你说这身份在这 无非福看了 哎呀 大总统啊 你真叫我 难为情 怎么说呢 我现在叫 清君策 你身边有这些 乌七八糟的人 你还有个好 看来你真动了心 我想处罚谁 你给谁求情 好吧 就听大总统吧 饶了 吃 这你冤青啊 这才死忠得火 抱头鼠窜 跑了 无非福还说呢 等一会儿再找你算大 你叫滚出去 屋里就剩下他们俩 单说汪恩土 死忠得火 捡了条命 换了条裤子 洗了又洗都冲干净了 还淡了点花露水 这心情啊 稍微平稳一些 他甚至这事没完 吴佩福歇醒 今儿个突然而来 这是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呀 一会儿再找我算账 枪毙 我还跑不了 这三大 拿着手绢 他一劲咱汉 他就问 永海啊 学堂的 学堂就是乱铺包 老掌柜 咱现在不是把他打他走了 买东西去 怎么还不回呢 早不走晚不走 警官接 我就说他不在眼前 我看平息此事 非得学堂不可呀 诶 正说的是 乱铺包从外边进来 也是满头大汉 挺热的天 遗憾就不对劲 张卫大 大哥 怎么了 出什么事 哎呀学堂啊呀 过来过来过来 我这好兄弟 坏了 出事了 这么这么 怎么回事 怎么能发生这事 谁知道啊 你看这事怎么办 你得救我呀 你要不救我 我就完了 哎呀 乱铺包真有两项 冷静的思考思考 掌柜的 您放心 没您的事 怎么能说没有 是好学会把我枪毙了 别看那事 此一时彼此 您想一想啊 吴佩福来 跟张作霖来 不一样 张作霖来是心情不好 打了败仗 上咱这来找查来 吴佩福则不然 他主要找大总统曹坤 听您这一介绍 他对曹坤竞选总统 花钱会呢 不满意 他是兴师问罪 为这事来的 不是冲您 我也不是 您也别自拍身价 他拿您当大牌菜 您还数着上数 是不是 他数着那些话 是 萧山镇 是这么回事 他是从这大总统来 给他发的弄火 拿你当替死宝去 可总统这一求情 把你赦免了 就没事了 你放心 能吗 真能如此 另外一个 他们拦了多长时间 没有半个多钟头了 在屋里谈些啥不知道 肯定谈大事 人家什么人物 谈军国大事 早把你这啥给忘了 没事没事 薛汤啊 你再怎么说我心没底呀 我求你了老弟 救老哥一命 你足智多谋 你能不能到里头探探房去 替我摸摸底 要真没事了 薛汤啊 一辈子我忘不了你的好处 乱普汤一分析这情况 他也害怕 他不说这玩意呢 我是个什么东西 我充其量是个饭馆跑摊的 那一个总统一个大帅啊 手握兵权 执掌生杀大权 但是乱普班这人不错 一看汪恩普愁得那样 老泪纵横 心软起来 好吧 老长哥 您把心放了 您那也不必躲 好不好 天塌下来 有我情感 您先找个地方 转着去看看您 擦把脸 叫人官知不雅 我进去吧 永海大哥 你到屋去过 去两次了 不让我进门 就那姓牛的副官 他牛眼睛一瞪 滚滚 把我给滚出来了 我贴不了边 现在几点了 哎呀 十二点十五了 吃赏饭呢 没有啊 不让靠近呢 这都准备好了 没法法上庆 活了 我去 要不说 鸾脱包一身都是胆 他冷静的分析分析 不至于创兵 哎 来着呢 那个上好的茶叶 农警茶 给提一壶 咽点 啊 把那个 景泰兰的那个碗都拿出来 哎 拿个托盘 哎 有人都给准备好了 鸾脱包穿上干干干净净的衣服 掌柜的大哥 你们等等 我去试试 乱托包端着这茶盘 一边往雅尖里走 心里他咚咚咚也直跳 考虑怎么对付 等来到门前了 心里说是福不是祸 是是祸 躲不过 书接上文 无配服到新丰楼 来找曹昆 踏那之间 杀气腾腾 这空气是 骤然就紧张成 大有一处激发之势 把新丰楼的老东西 汪恩普 吓得都拉了裤子 怎么办 他恳请 乱托包出面 能缓和这气氛 其实您想一想 乱托包充气量 是个跑堂的 就是个新丰楼的 前堂业务经理 他跟曹昆 无配服务 他怎么比 那差着都是层的 他能缓和得了气氛 那在这 官方府就这么想了 觉得乱托包不简单 上一次张作霖来了 就是他 缓和的气氛 把张作霖的胡帅 哄乐了 那么这回呢 他肯定有把握 乱托包 没办法 新说话 是福不是祸 是祸 躲不过 硬着头皮 以献查为名 来到这雅尖密室的外头 端着个茶盘 茶壶 茶碗 都是新奇的龙井茶 这乱托包的心 当当当当当当 也飘成一颗 外边有牛高马大的 那牛长盛 牛副官在这站岗 双核子炮 满脸横肉 正来回溜 你看 乱托包端那个茶盘过来 站站 你干什么 副官大人 大总统 大帅 谈了几个小时了 我怕他们被老人家 口干舌燥 这不 兴起了一壶中警察 给他们孕孕喉咙 我说副官大人 如果那茶要凉了 两位人家 要是一旦出了点什么事 不痛快 您和我 是不是都得担责任呢 您看 您给回禀一声 是不是我把茶送进去 你看 乱托包真的会说话 好汉 长在嘴上 好马出在腿上 这话一点都不讲 有道是 有肝 得使在日上 关键的时候 才能显露 才华 那么 鸾铺玩进屋 情况如何 气氛能否 缓和 他怎么说呀 您先别着急 翻回头 咱还得说这 吴佩服务和 曹坤 这吴佩服务 火冒三丈 怎么找到新风楼的 吴佩服务 何许人也 其实跟本套主 没多大的关系 但咱们说到他头上 就得简单 恶要的 介绍 介绍 吴佩服务 那也是 北洋军范的首领 了不起 他是山东 蓬莱人 山东人 气儿挺粗 吴佩服的家境 也挺贫寒 哎 此人 天资聪明 脑袋好少 人长得也不错 你别看家里 他比较穷 正因为他用功 刻苦学习 考秀才 没费劲 到那把秀才 就考上 但是吴佩服呢 虽然是个文人 爱惜练武 对武士 非常感兴趣 在那动荡的年代 后来吴佩服 是头笔从容 气文旧武 当了兵 他当兵啊 比较顺 不像有些人 费九牛二虎的劲 干了多少年 那个小排长 吴佩服可不行 他有学问 有文化 这人也聪明 没几天 当了个少长 没几天 有高升的少官 后来 上级发现 他吃个材料 就送到开平 武备学堂 前去深造 毕串 毕串 毕业出来之后 炮兵团长 旅长 副师长 杰杰 杰杰高升 后来一只掌握了兵圈 做了两壶 徐岳石 又当了山东 河南 直立 三省的 副徐岳石 一只生都 均掌了 所以 提到吴佩服 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人们给他送了个戳号 叫吴小鬼 这是个贬义词 什么叫小鬼 说他充裕 沾脸就饭 这人是亏不知 是胆不上 就这意思 后来他掌握了兵权了 官也升大了 事业也有成了 和这曹坤 两个人合作了 总是曹坤是正的 一把手 他是副手 但人们都指的 曹坤百马不适 全靠着这吴佩服 吴小鬼 吴佩服 从早就注意到 枪杆得出政权 所以是牢牢握住 军政大权 曹坤就是个白事 什么事都听吴佩服的 拿这次事来 他说 曹坤会选总统 哪有这么感受 花钱买了个总统 令人不耻 举国哗然 一片骂声 这吴佩服在洛阳里 得知这信之后 吴佩服气坏 心说曹坤的 曹坤 曹三傻子 你真犯傻劲 你不怕留骂名 你这把椅子 能做稳当得了吗 你挨骂我跟着也不光彩 咱俩同与风筝 你丢人哪 我也跟着限眼 咱俩是一条长 拴俩蚂蚂蚱 飞不了你 蹦不了我 我也不能光埋怨你看 哈哈笑 基于眼前的形势非常严峻 吴佩孚在洛阳待不住了 这才起身到了北京 先到中南海总统府 一找的曹昆没找着 总统哪儿去了 很多人不知道 总统怎么失踪了 怎么找不着眼 大厅来大厅去 找了好几个地 最后有知情的人说 大帅 您甭找 他肯定上了前门外新峰楼饭馆了 新峰楼那掌柜的叫汪恩普 跟他不错 他有时候就化着妆上那儿去 吃饭去了 那不知道 您到那儿看看 就这样 吴佩孚又找到新峰楼 果然 嘣 给曹昆堵到这儿 这就是他来的经过 那么他把其他的人都打发出去 屋里就剩下曹昆和吴佩孚两个人 自然是无话不谈 吴佩孚煽动人 气粗 直肠子有什么说什么 两人对面坐好了 曹昆搭了个脑袋 一语结语 哎 哎 干嘛 一个是他觉得做这个总统窝囊 二一个怕吴佩孚 吴佩孚说叫他 下台他就得下台 这有管家在他面前坐着 心里没理 吴佩孚看出 哎呀 老帅 屋里没外人就咱俩了 我说的深 我说的浅 你可担待 紫月 咱谁跟谁 你有啥说啥说吧 我老帅 这回你觉得你做这个大总统光荣 哪有花钱竞选 买总统 丢人现眼 我跟着你都颜面无光 你知道吗 不是说我埋怨你 我妒忌你 你做了大总统了 我生气 没那一份 你到外边听一听 你看一看 中外报纸 头版头条 全刊登了这个消息 一片骂声 为国人所不齿啊 我老帅啊 你这椅子可坐不稳的 不是我威严怂听 现在的形势 你了解吗 张作霖已经出兵了 要报1922年失败之仇 据说这胡帅 来者不善是善者不来啊 揪积了兄兵几十万海陆空 一块进攻 现在什么形势 南方的孙大炮孙中山 你知道吗 孙中山以大元帅的身份 通遍全国 号召讨曹 现在孙中山 已经派卢永祥 蒋介石 组成什么北伐军 现在是 摩拳擦掌 等待四场 北伐军 眼看就咋来了 另外其他人都在旁边看哈哈笑 你还跑到新房楼来 你干什么 你哪来那么大前期 我老帅 咱们两个人 那是形影不离 咱俩人 俗获于共 这您是清楚 我不能看你这哈哈笑 我特别到这给你报个信 我希望你头脑清醒 老帅 我说这话 你以为如何 紫月 真的 行事就如此严峻 我还能跟您瞎掰吗 您打定打定去 是不是这么回事 紫月 如之奈何 如之奈何 那你怎么办 这事还得仰仗着你呀 咱也有兵 也有将 那赶紧分兵派将 赶紧预敌得 是啊 我找您就为这事来的 咱们还得回总统府 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研究对策呀 这就叫未曾来水先爹吧 对 对对对 紫月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 哎呀 你真是我的靠上 没有紫月 你我是一事无成 至于这总统吗 我也不爱干 你说不光彩 我也觉察出来 但是怎么办 我还能无缘无故宣布退职吗 是不是呢 咱过去这个事 然后再商量 你看你愿意干 那你就做大总统 老帅 你说这话你是多疑了 我绝无此心 我没有这个言心 正说的这气氛缓和下来 曹坤一看 吴子豫 没心把自己干爬去 口口声声跟自己合作 还向自己来报警 他心踏实多 这牛长盛 这牛长盛牛副官从外的进来 包包 有人给大总统 大帅 献插 吴佩虎摸了摸嗓子 真有点干渴 跟这曹坤吵吵吵半天了 啊 从前来吧 进来 呦 乱扑包一看机会难得呀 别人到这门口都到不了 居然能叫我进屋 恭恭敬敬 拖这茶盘 逼着头 来到桌前 把东西归着归着 把茶盘出去放 亲手给曹坤 吴佩虎 每人倒着杯茶 然后往后一退 满面陪笑 大总统啊 大帅 请用茶吧 这是上个好的龙井茶 能去火 你二位喝两杯 非常有好处 请吧 曹坤呢 也是没词找词 刚才呢 一肚子都是火 现在这火消了一半 也想找个茶呢 缓和缓和气氛 看了看 乱扑包 哎我 我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 我叫乱扑包 这一说不要紧 吴佩虎也乐了 叫什么 乱扑包 这什么名字 怎么起来这么个名字 怪难听 大帅 您想拼 您想拼 我多说两句 我就把我 为什么叫 乱扑包 给您讲讲 嗯 说说看 怎么叫乱扑包 您想包谁 乱扑包一看 给自己说话的余地 给尝开 这就打开话匣子 它是伶牙利齿 比说书的都能白昏 真能讲 一字一板 把自己想发财 如何半夜前睡不着 如何敢奔陶然平 怎么先到那破窑 怎么发现了野狗 怎么害怕 怎么回来 有人扑着个扑包 他以为是今年财宝 包回来打开 他一看是个女孩 如何如何把他经过都讲 你还真别说 把曹昆乌佩服还真吸引住 乌佩服听着之皱眉 哦 就是这样叫的乱扑包 另外我还有个名 我叫狗上 狗上 怎么狗上 您要愿意听我再多说几句 这么这么这么的事 把小说的经过讲了一遍 你大花狗的事 又讲出来 等讲完了 吴佩服长叹一声 哎 乱扑包啊 我看这个名字太俗 你最好还叫学堂 这名还雅一些 哎呀难哪 人生一世不那么容易 你跟我命运 大同小异 我很同情你 哎 行啊 看来你是个有出息的孩子 前途 肯定有为啊 总统 您说呢 哦哦对对 肯定有出息 有出息 哎 老扑包 可能 大帅也饿了 我这肚子 也有点发慌了 给准备点吃的 是 我们扑包逃出来 咔咔咔咔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两位杀人的祖父 可高的性了 开了金口 一溜烟 到厨房 告诉徐永海 告诉陈焕章 我说大哥 六个 准备准备 闲闲手头 据我所知 吴佩孚最爱吃的 就是卢菜的葱烧海参 好好坐一坐 让他高贺姓 另外多配点好菜 只要他们高的性 咱们就能化贤 唯一 俗话说 好汉出的嘴上 好马出的腿上 这话不无道理 哎 就拿前文书咱说了 乱扑包口四 玄河是滔滔不断 讲了一段故事 我为什么叫狗上 我为什么叫铺包 说的是 会声会色 把这大帅 吴佩孚 大总统 曹坤 都给说乐了 哎 俩人心里头痛快 这气氛刷 缓和下来 俩人饿了 卢扑包 马上到外 告诉厨房的 赶紧端菜饭 露了手头 做的香点 简短揭说 俩人吃的是 津津有味 高兴 这顿吃的 甭皮多香了 这吴佩孚啊 头一次食态 怎么了 把葱上海参端到自己眼前 独吞 让曹坤看着 哎呀 吃这个香啊 等吃完了 把筷子一放 行 新方楼做的菜饭 还挺得位啊 汪恩府一看 有机可乘啊 满面裴笑 也钻进屋里了 大帅 您金口难开呀 既然您这么说 您就赏下饭来 今后还得脱大帅的福啊 脱大总统的福 哎 吴佩孚也没怪他 那茬就算过去了 这汪恩府这心啊 这才放弃 咱这么说吧 吃喝完了 人家有事 坐上车子 带着护兵和副官 回中南海 他们这一走 汪恩府哭秋 就坐在沙发里头 哎呦 我明明 又躲过一场大祸呀 多悬呢 好学没把脑袋混搬家 要不是学堂 在这周旋着 哪能有这么好的结局呀 我真得感谢学堂啊 按下他们 单先不说 话分两头 单说曹昆夫这夫 回到中南海宴庆楼 立刻召开紧急军事会议 是调兵前将队夫 张作霖 他们就分兵派将了 一共是二十万大军 吴佩孚觉得还欠点 听说张作霖好几十万人 人头上少点 怎么办呢 跟曹昆一商量 决定重用冯玉祥 封将军 即便冯玉祥 带索部人马进驻热河 形成脊脚之势 他们经过策划之后 是这么研究的 吴佩孚指挥二十万大军 正面主击张作霖 要在余关 就是天下必夷关 九门口排下战场 我千方百计 把张作霖拖住 冯玉祥的任务是什么 带本部精兵迂回川场 出古北口 转到张作霖 屁华后子去 载后子打冷枪 让张作霖 俗辈受敌 那张作霖就招架不住 如果张作霖一退 吴佩孚立刻引兵出关 一股作气是占领奉天 安排得多好 据说当时啊 中外记者一百多人 纷纷采访 大家围着 每光灯都打着 问吴佩孚 大帅 这次你们双方开战 您有几成的把握 能打胜仗 吴佩孚立刻 虚然洋洋得意 一年 一个月 三十天 我要杀的张作霖 骗甲不回 不出五十天 哈哈 本帅 就要占领奉天 不过 我要告诉各位记者先生 我有好生之德 张作霖可杀而不可留 但他儿子张汉清 就是那个张学良 还不错 可以留着他 可以国家培养他 出国留学 给老张姐留一条后路 这都原词啊 诸外记者全记下去 啪啪啪 报纸上发表 咱不必细说 那么吴佩孚 曹昆在这调兵 潜将 重用了冯玉香 单说胡帅张作霖 这张作霖呢 退回到凤天 也就是现在的沈阳 张作霖对这次失败是耿耿于怀 1922年直凤大战 也就是第一次直凤战 人家吴佩孚把他打得丢盔卸甲 十几万人 给打花了 将人撵出山海关 为这事 张作霖气得睡不着觉 回到凤天之后 是卧心尝胆 紧急备战 张作霖下了决心了 妈巴子的 非得报仇学恨 我老张要想干的事 没有不成的 吴小五你等着我的 曹的脑子你等着我的 您别看第一次直凤战 张作霖以时代而告终 没伤元气 东三省 顾洛金汤 就是前提打了败仗 他没伤元气这就好办事 回来可以借款 可以筹款 二年来 阔军备战 发展起来 现在训练了 三十万精兵 这三十万精兵 一啥是日本东洋装备 都是日本人供给他东西 军区物资 所有的东西 日本人鼎力相助 那当然了 日本是无力不弃早 我借给你一个 你得还给我十个 那是什么人呢 小鬼子多精啊 能白支持张作霖吗 那是有条件的 我得在你的东北 开矿山 我得修铁路 我得做买卖 要这要那 要这要那 张作霖什么不明白 张作霖心说话 他妈小鬼子 真他妈不是东西 哎呀 我们中国人讲的是义气 中国人讲究的是拔刀相助 讲的是福困继威 你可好 要些条件 哎 见缝插针 落井下石 我全答应 到了时候 我不承认 我全给你否了 咱就来一个 铁管一八眼几 你糊弄我 我他娘的糊弄你 张作霖 那是土匪出身 什么没经过 什么没见过 日本人所提的条件 张作霖全都点头 好说 哈哈 哈哈 够朋友 够意思 是日本要呼求呼求 就支持他 而且张作霖 不惜重金 买了四百架飞机 飞机啊 那不是说着玩的 四百架 当时是最先进的飞机 与此同时 又不惜重金 买了三支军舰 呼得倒 那军郎就听军舰了 有驱逐舰 有炮舰 铁甲舰 而且也训练了一支水军 那么说 万事俱备 持欠东风 张作霖就在率伙 观察形势 看看什么时候 进兵 可是 日本特务给他帮忙 到了官内 各个角落都有日本特务 他不一定是日本人 日本花钱雇的也叫日本特务 了解情况 试探情报 把官内的事情 北京周围的事情 全探听营变了 这情报源源不断 到了帅子 张作霖不认字 叫秘书给他念 看了一份又一份 当他听说 吴曹再次联合对付自己 张作霖乐乐 骂巴探情报道 曹的脑袋跟小鬼又联合了 又想捡我的便宜 没门 我还不了解你们两个吗 貌合神离 同床异梦 这次曹坤 会选总统 把吴小鬼气得火冒三丈 要不是眼前的形势 这小鬼就把曹的头给推翻了 行 我看热闹 我现在还不宜进兵 我等着 你们俩肯定有矛盾 等你们俩矛盾计划 欲望相争 我坐手愚人之力 所以首先这将领 纷纷请战 张作霖都说 没到时候 瓜福自乐 别理他 别理他 报答 什么事 秘密情报 趴在张作霖耳边 一说张作霖眼睛就一亮 真的 真的 千真万确 机会来了 哈哈哈哈 哎呀 该着我老张出这口恶气 马上通知 开会 八军的将领全参加了 八个军队 军长 副军长 全都到了 张作霖亲自主持会议 都是他的亲信 这些亲信叫张家班 张家班 人们都说 水泼不进 针插不进 以张作霖为首的 特别是张作霖提拔了一个年轻的将领 此人姓郭 叫郭松霖啊 郭松霖那可是个插子 指挥千军万马 如同探囊曲 有一定的才能 是张汉清张学良最好的朋友 也是张学良的老师 过去是教官 所以张作霖 立刻通报 告诉大伙 现在有什么好消息 小鬼子千不该万不该 就这吴佩孚 吴小果 他重用了冯玉祥 各位 知道冯玉祥什么人吗 冯玉祥自汉张啊 安徽朝鲜人啊 这个冯玉祥 有一个绰号叫倒戈将军 老后有反骨 跟谁合作他打谁 跟谁合作他拆谁的拆 据我所知 冯玉祥跟吴小果 曹的头 面和心不和呀 矛盾极深 这一次吴小果 任命他为第三路军总司令 驻兵在热喝 他的后门算搁了一条狼啊 哎 现在我们的计划是 收买冯玉祥 拆小鬼子 拆 到那时 咱何愁大功不成啊 大帅英明 大帅高 大家全赞成 你们积极下去准备 就等我一声令下 马上出发 冰尽余滚 吃 却站起来 其他人退出去了 张作霖一点手 小廖子 你留下 小廖子谁 军团长张学良 张作霖未来的接班人啊 张学良过来 爹 有什么分子 你坐下 小廖子 刚才我说话 你明白我什么意思 爹 我明白 不是拆 吴小鬼的台吗 咱们要收买冯玉祥 对 是我儿子 是我儿子 孩子 你把手边的事先放一放 马上起身 赶奔 承得 你上热河去的 要亲自面见 冯玉祥 见见这冯汉章 你开一张支票 五十万大洋 作为我支持他的军饷 另外我叫人写封信 你烧着 叫他看一看 只要 这冯玉祥跟咱合作 哪怕的不放一枪 他就坐山观虎道 咱爷们就没问题了 你懂吗 我懂 大家非常高兴 都赞成爹 您筹化的好 也不能那么说 爹 有件事情 不知道 我当问不当问 说吧 什么事 那假如说 咱打胜了 进了北京了 冯玉祥是咱的合作者 给咱帮的忙了 将来怎么安置他 哈哈哈哈 幼稚 幼稚 我说小廖子 哪点都像你爹 就是你心地太善良的 你不像我 你一脸摸不开的肉 你要不要忘这句话 独独独狠 非丈夫 你还记住这句话 拉末的驴 没有不下汤锅的 那冯玉祥就是那头驴 迟早有一天叫他下汤锅 啊 儿子明白 那儿说 合适吗 哎 怎么不合适 到时候再说 你不懂 我告诉你的事 马上去完成 我就等你的回去 马上开战 明白 张学良起了声 化妆改办 带贴身保镖 拿着五十万元的支票 一封禁 咱这么说 到了成德 通过各种手续 就会见了冯玉祥 冯将冯 冯玉祥一看认识 张学良来了 就只有大事 尚情款待 晚上没人的 张学良这才说 老人家 我父 我父 所猜 给您送了一封信 请您老人家过目 啊 我看看 一看明白了 新人写的清清楚楚 汉青啊 咱们两家是不谋而合呀 并非我冯玉祥倒戈 我对吴小伦 我对曹魁慧玄总统 是深恶痛绝啊 他们是不止于人类的狗屎堆啊 我憨死了 既然你来了 咱们达成协议 我肯定是按兵不动 你放心吧 好 这五十万 您留着做军奖 我马上回去见我爹 立刻出兵 攻打 余官 书接前文 张学良奉负命到成德 策返冯玉祥 结果两个人一拍即合 达成协议 冯玉祥啊 在旧军法当中 那是娇娇者 为人正直 嫉恶如仇 这人讲实话 哎 讲真理 看着斜的歪的他反对 素日对曹魁吴佩孚的所作所为 他也是深恶痛绝 这次没办法 别看他出兵热核 另有打算 没想到张学良能来 哎呀他非常高兴啊 收了五十万大洋的军奖 这可解决问题了 告诉张学良你马上回去 告诉你父亲放心 我们俩人默契的很呢 让他尽管进兵 我拆吴小伙的后台 好了 要那么的我告辞了 张学良心夜赶回奉天 见父亲张作霖 讲述了经过 张作霖一瓶 妈巴掌的 哈哈哈哈 大功告成绩 传我的命令 开拔出发 兵进山海关 六路人马 是浩浩荡荡 海陆空 齐静 兵发一问 当时张作霖把手下的奉军 改名叫镇威军 自任足司令 六路分兵 把最精锐的部队 摆到最前头 精锐部队的总指挥 郭松林 副总指挥 张学良 那个哥 你说反了吧 应当是张学良 总指挥 郭松林是副的 对 名义上是这么回事 实质上 大全都在郭松林手里 张学良反倒成了配点 张学良对郭松林 一百个信任的 你随便指挥 我给你跑腿 我给你打杂 你就干吧 你想 经过两年的准备 张作霖实力雄厚 这一次真是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啊 战况是空前灿烈 上的是飞机 轮排轰炸 下面是巨炮 一个劲儿的猛空 奉军经过 训练 十分的有条件 作战也勇敢 频频发动轮番进攻 执军是损失惨重 说这话什么时候 1924年 离个现在多数年 24年9月15号双方正式交火 咱就这么说 拉锯战 死老了人 执军行事不妙 有点守不住 消息传到北京 乌佩福坐不住了 乌佩福 已经什么 哎哟 张作霖 一个土匪头子 你真想跟我动真格的 看来我不到前线不行了 吴佩武林起身的时候 上将军衔 满身踊撞 中外记者又采访 说大帅 你原来预言 一个月可以打胜仗 五十天可以进凤天 现在形势如此严峻 该做如何解释呢 各位放心 你们放心吧 吴某亲自赶奔前线前去指挥 十五天半个月 我肯定大获全上 他还吹呢 他亲自赶奔山海关前来指挥 日本特务值得信 马上报告张作霖 张作霖听什么 吴小伙到了山海关了 马上通知郭松霖和张学良 用飞机给他炸死 这飞机是轮番的轰炸 那炸弹成排腕下落 结果吴佩服在山海关站脚不能稳 没有立足之地 把指挥部退到秦皇岛 在秦皇岛指挥 吴佩服一看支持不住了 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几天 山海关就得失手 大门一开 北京威夷 怎么这冯玉祥还不进兵 就这一天的晚上 他给冯玉祥发了三次激烈 最后一次写的是 战况紧急 国防刑事危 恳请奉章 急速出兵 按原计划行事 千千万万 冯玉祥一看乐的 我要的就是你这手 既然了 一晚上连三次激烈 让我出兵啊 你想什么来的 我是要出兵 我可不打张作霖 我打你 你可有今天了 副官 呀 传我的命令 马上开班南下 赶奔北京 切断所有的通信设备 任何人不准打电话 任何人不准拍电报 任何人不准离开队伍 我又不听着旧地处决 开大 从承德奔北京 几百里地一边走着 冯玉祥一边想 到了北京之后 吴佩服在前线没在家 曹的脑袋在家 我先把这曹的脑袋给逮着 离他退位 大总统崩当了 把全交给我 那冯玉祥也不是没有野心 也想当一把 只是条件不成熟 他权衡利弊 都不是好惹的 我要做主中央 能不能指挥全局 力量毕竟担保 现在对他有利 先说把曹昆拿下 再在后边抄了吴小鬼的后路 吴佩服肯定得失败 他失败之后 张作霖进关 我怎么跟张作霖达成协议 我们两个人携手 主治中央 现在只能是这样 别无良策 他心里头弹算着 没用几天的时间 神不知鬼不觉 尽了北京 什么时候 正好是1924年 10月25天黑的时候 进去北京 他几万人 一进北京之后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就占领了北京城 吴佩服把精锐 都拉到前线去了 家里剩下老弱病残 不堪一击 你看人家第三军主司令来了 谁敢不听 全都缴械投降 主要的机关 主要的衙门 全被冯玉祥占领了 当时什么报社 变台 恐怕还没有 就这个报社 得占领 这是喉舌呀 另外 变信局 变报局 变化局 得占领 那这是喉舌 不能放松 把主要的机关 全都封锁 派出自己的亲信 他领着大将陆忠林 直奔中南海 没开劲 到了燕庆楼 进了中南海 曹坤呢 还在被窝里待着呢 刚躺下 洗了个热水澡 那个不男不女的狗男女 李燕庆 陪着他玩了一会儿 李燕庆 又洗完澡 穿上衣裳 出去溜达去了 正好没在中南海 曹坤也惦记前线的事 心里忐忑不安 哎呀 琢磨着这场大仗 究竟 能不能大胜 看子欲 充满信心 万一打败了 怎么办 这脑袋浑浑浆浆 似睡非睡 就听见楼道里头 什么事 不对劲 哗 门一开 陆中林提着盒子套 带着亲兵卫队 进了总统卧室 把帐帘聊起来 就这个冰凉蹦净直脑袋上 别动 你干什么 总统对不起 穿衣服 起来 起来 认得我谁吗 你不是中林吗 对 陆中林 我们总司令来了 要见你 穿上衣服 好说话呀 起来吧 呵呵 曹昆不傻 就知道发生了军事政变 脸都是人模呀 多里多说 把裤子穿上 衣服不整 扣都记错了 陆中林压得到 到了会客厅 冯一翔在这坐着 一看 曹昆来了 冯一翔还站起来 老帅 你受惊了 请坐吧 混账 这 这怎么回事 混账 你听我解释 这都是子豫安排的 尽人皆知 我无非是个傀儡呀 我是 有名无实的草包 混账 高抬贵手 饶了我 坐下 坐下 我都清楚 哎 混账 你们打算把我如何 老帅 对不起 我冯玉祥倒戈了 拿你们的话来说 可能叫我一声叛徒 爱叫什么 叫什么 只是你和 吴子玉所作所为 我既不赞成 但是我 小胳膊拧不过大腿 到现在机会来了 我反怕的你们 但你放心 我跟随你多年了 人嘛 都有人心 我不会伤害你 但是你必须答应 三个条件 说 只要我能答应 第一 请老帅养老 您呐 研究辞职 你不配做大总统 不配做国家的元首 您得挪挪拨 援英 行 我干够了 干得够够的 我可以研究辞职 那第二 第二 吴子玉掌握着兵权呢 你现在马上下一道命令 而且通电全国 撤销吴子玉所部 一切权力 撤销他的职务 你看怎么样 行 马上通电全国 马上下命令 我 我把他拿下去 还有呢 第三 对不起 您再颁发一道命令 你也就辞职了 把北京政权 交给我了 我冯玉祥要入主中央 接管北京 一界的人各界听我指挥 行吗 行 你要做领导人当之无愧 我马上遵命照办 枪杆子 枪杆子出政权呢 那在那鼻子呢 敢不听 不听脑袋开花子 啪啪啪 三道命令 全发下了 从李强一看行 您那个 叫人把你行李收拾收拾 先给你找两间房 你好好睡睡觉 想吃什么 你吩咐 我不会亏待你 您先休息几天 至于您下一步上哪去 我们商量商量再说 混账了别要我的命啊 别要我的命啊 我知道你是正人君子 人呢 服了人也就是了 别说了 你放弃 我再次向你保证 你的人身安全 我保证 不会受到任何危害 那我先谢谢你 呵呵呵 曹昆领了大嘴 心说你说这总统当的什么劲儿 夹着行李搬到空房里去了 门外站双岗 都看着软离起来 冯玉祥接管了所有的要害部门 还不说 心里惦记事 头一件事 他恨仨人 这仨人恨得 他压根都痒痒 头一个 就是曹昆的四弟 叫曹队 叫曹老四 冯玉祥早就听说 这曹四 仗着他哥哥的事里 他哥是大总统 无恶不做事 无所不为 强难办 竟做伤天害理的事 手上的人命都上百条 人们是敢怒而不敢言 这祸害我不铲除等什么 来来 哟 把曹瑞给我抓了 我要亲自审问 处于畸形 是 手下人抓曹瑞去了 这曹瑞的耳朵够长的 这一发生政变 很快他就知道 说冯玉祥领兵进了京了 而且杀进中南海 大概大总统够想 大势一去 曹瑞心说要了我的命法 我哥哥倒台 我还有个好吗 有心跑 有人告诉他 别跑了 都接连了 大街小巷 全是军队 都是冯玉祥的人马 你说哪去 城门都滚了 没有特别通行证 你是插翅难飞 曹瑞一看 大势已去 开开抽门 拿出一大把来 什么东西 都是大烟 我自行了断了吧 落到他手 我还有个好啊 又受凌辱 最后难免一死 我 我 辅读了 时间不大 手抛脚灯 脸都清 曹瑞是服毒自杀 他刚死了 人就到了 一看死了 死了也得抬走 抬到冯玉祥那去 冯玉祥燕名众身 拉出去 埋了 这就叫什么呢 死了死了 一死全了了 把他拉出去 埋了 恨的第二个人是谁 就是曹坤手下的财政部长 叫王科敏 这大贪污 那贪污都出了名了 在曹坤竞选总统的时候 花了好几千万两银子 他是中饱私囊 少说他贪污了五百万 没有不说的 冯玉祥恨透他 这种人留着还了得吗 平日你就可扣我的军想 到时候你还贪污巨款 可杀不可留 派人一抓王科敏 王科敏儿他也不短 光着脚丫子 跑进日本大使馆 跑那避难去了 由于日本人的庇护 幸免于难 第三个最恨的是谁 就是那个不男不女的 山清 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五 冯玉祥将军发动政变 占领了北京城 让曹坤研究辞职 同时冯玉祥将军恨透了三个败类 一个叫王可敏 就是财政部长 大贪污犯 一个就是曹瑞 曹坤的兄弟 曹老四 再最恨的 就是孤男孤女孤伦孤类的败类 艳青 从玉祥将军 亲自领着人 捉拿着几个人 但是王可敏呢 耳朵挺长 钻进日本大使馆避难去 捡了条狗蜜 曹瑞明知不好 服毒自杀 就没抓着这个李艳青 哪儿去了呢 后来有人提供线索 说可能上新丰楼了 他跟那老掌柜的汪恩普关系密切 冯玉祥领人是直奔新丰楼 单说这狗男女 根本不知发生什么事 你看头天晚上 他离开总统府 什么事都没有啊 他溜达了一圈 到了新丰楼 见着汪恩普 他俩哪有正经事 这一对狗男女 欢喜了一阵 折腾完了 干嘛呢 大肠的夜 消遣消遣吧 找人打台 一开始呢 有这鸾铺包 但是鸾铺包对他们是深恶痛绝 没办法 打了几把台 鸾铺包就说我头有点疼 上后院睡觉去了 就把徐永海给找来了 还有那帐房先生刘怀顺 汪恩普 李彦青 四个人坐下打八圈 这八圈牌等打完了 天是四亮四不亮 李彦青觉得有点乏了 伸了伸懒腰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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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晚上坐的 输赢不说 腰酸腿疼 不行 我得回中南海 探个澡 好好睡他一觉 不是你们忙着 我走了 扭扭达达 他离开了新丰楼 来的街上天就亮了 他往街上这么一颗汗 哟 怎么了这是 满街桶的都是大兵 都上了刺刀 一个个好像凶神恶煞一把 让大兵把他拦回去 回去 死路不通 怎么查 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点也没在乎 扭扭达达又回了新丰楼 坐在前堂压着腿一鸣 嗨 我这怎么回事 这是 吃饱的撑的 这什么日子 怎么练开大兵的 满街桶的都是刺刀和大枪 新丰楼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因为冯玉祥将军进北京 没放一枪没打一炮 很顺利的就占领北京 故此老百姓都不知道发生事 他们也不例外 上午十年左右 乱扑包行 乱扑包到街上 探探房究竟发生什么事 这买卖能不能开业 等到外头去了半天都回来 了解情况 近来就说 掌柜的 要出事 各位啊 精神点啊 外头有兵变 大伙一听这词 吓坏了 怎么兵变 我也不太清楚 我摸了摸情况 拒二分局的人跟我说 冯玉祥将军啊 昨天晚上领着大部队 占领了北京了 听说啊 把主要的机关都给占领了 还领兵进了中南海 好像是曹大总统 也够呛 现在生死不明 现在冯玉祥将军 已经掌握了政权 你没看街上都戒严吗 都是冯玉祥的部队 这李燕青不听泽客 一听冯玉祥脑人都疼 原来他做的亏心事 他还记得 二年前 他跟财政部长王可敏 互相勾结 合扣了冯玉祥将军的军饷 五十万 然后他们二一天做五 揣进自己的腰包 还有这亏心事 当时他没拿冯玉祥当回事 另外 在曹昆会选当总统的时候 他中饱私囊 也贪污了将近二百万 人做了亏心事 就怕鬼叫门 当他听说 冯玉祥掌权了 下的是魂不浮体 是吧 怎么可能呢 你不是听错了 哼 鸾铺铺一乐 心说怎么 心慌了 没底了 该 现实瓣 我早就瞅你别 你看平时把你美的 摇头晃屁 我不知道卖哪条腿 鸾铺铺铺也是拿得开心 我李先生 我看旁的人 不怎么的 你可得当心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你还不清楚 你那点事都明白了 是 冯玉祥将军进了北京 我看得找你算账 别开这种玩笑 我告诉你乱不包 我可胆小 是吗 恐怕胆小 也躲不开这场大祸哟 这一说 这狗男女真害怕 心里咚咚直跳 心里咚咚直跳 他着急恳请鸾铺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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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铺铺铺�铺铺�铺�铺��� 第二把,你天生就妇女人像,不用化妆你就是女人,找套妇女的衣服,穿不上,再夹个包,谁能认出你是谁呢?我看这样做,你还至于能保住你这条命? 哎呀,多切指点,多切指点,这就找妇女的衣服,哪儿找去?还没等找到你,冯玉祥领着,大兵就进了,新风楼,你眼就看着他 哎?你是不是叫李彦庆? 万两,他一看着冯玉祥将军,吓得腿坐着转轻,哭通就归起来,冯将军是我,冯将军饶命,冯将军饶命 你口称饶命,你做了什么亏心事?说说看,我来,说!我不是人,我不是东西 没打他,他就坦白了,他不坦白也不行,把贪污的事都说出来了,是吗?好,行啊,我且问你这不细之财,你为什么要发? 你值得不值得那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你这么做,缺德不缺德呀? 古往今来贪污者,是个什么下场?你值得不值得?我都知道,不过那阵我鬼迷心窍,我心里明白,腿大腿,手挂不太长了,求将军饶命 完了 完了 哎呃,拉过去,再猪尸口,枪毙,弹。一声令下如山刀,哪个大胆敢不平?过来几个大病,嗯?一鸣子胳膊,哎呀我的妈呀,拖死狗一样拖出去,拖到外面去。 这李彦青是连哭在喊的,饶命啊,救命啊,谁拼? 这声音越来越远了,把汪恩浦在场的人吓得直哆嗦,谁知道找谁算账,嗯?能不害怕? 这会儿就听着白疼,啪,啪啪啪啪,啪。完了 李彦青交代了,那还不交代。从与祥望左右看看,有笔吗?有纸吗?文房四宝伺候。 王安普什么都没听见,都傻在那儿呢?文安普班头脑挺清醒,张会大。 江君要笔,要指啊,有,有啊,赶紧取来,冯玉祥提起毛笔来,廖家思索,写了四个字。 笔人,笔人,笔人,笔人呢,就指的是廉亲。古人呢,称这种不男不女的人叫笔人。 另外又想起个词,贪污者戒,瓦个瓦子。 拿着外套,托在尸首身上,让周围的老百姓看看,拿出去。 这块给枪毙了,冯玉祥长出了一口气。 还有许多军国大事,需要他管。 他哪有屋在这儿待着,领着人转身要走。 其实要走的就没事儿。 王安普这家,纯属是个贱虫。 任何打溜虫的机会,他也不愿意错过。 从杨刚转身要走,他一看机会来了,觉得自己没什么事儿。 仗着胆子过来。 慢,慢,慢。 松大将军,你老人家劳苦功高啊。 为国为民,日夜操劳,全民敬仰啊。 既然冯的将军来到小号,请赏脸吧。 您来了哪能不喝杯酒,哪能不吃点东西呢? 我告诉厨子,给您做起一样得位的东西。 我孝敬你老人家,大将军刘故,大将军刘故。 冯玉祥,战人军心,看不了这个。 心说这是什么东西? 摇头晃屁股,贱贴贴的。 顿时,他想起一件事儿。 你是谁? 我就是小号的,掌柜的,这饭馆就是我开的。 我姓汪,我叫汪恩土。 哦!汪恩土。 我听说曹昆,会选总统的时候,你给出了不少的鬼匾子,是不是? 诶?你帮着他,室外花了钱,压榨百姓,是也不是。 嗯,嗯,不,不,王大将军,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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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识啊。 我一个开饭馆的,我哪有那个力量。 别说了,你也是个人间的败类。 拉出去,帮了! 你说这会多好? 你留须这干嘛? 还没事儿潮湿。 王恩土一听,吓得我得马上,堆逼着。 老泪纵横,这个后悔劲儿崩皮了。 但是,王恩土,毕竟是王恩土,临死之前的头脑还比较清醒。 他在那儿趴着一抬头。 往这边一看,挨着冯玉祥儿,还站着一位大将军,大哥,标准的军人,有上武的精神,挂着手枪,挂着军刀。 他不认真是谁,他不认真是谁,一看那军衔,也是中将的军衔,是个大伙儿。 他一看这个人,比冯玉祥好像好说话,在这儿,他就抓着个救命的稻草。 不知道说什么好,连滚带爬,来到这位将军的面前,伸手,把这位将军的两只腿给抱住了。 将军大人,饶命啊,将军大人给我说说好话吧,我冤枉啊,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одно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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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磕头好像极千岁。 这主意瞅他那样,动了侧眼之心。 那么一说你说这个谁啊,此人姓宋,叫宋哲元。 宋哲元将军也是当代的名人啊。 他是冯玉祥将军心腹爱将,山东人。 屡立战功 现在 跟冯玉祥将军 他们两人合伙是不分彼此 除了冯玉祥 就他输了算 可以说当办了一样 宋哲元将军一看 这老头子 这胖脸上全是泪水 大哥 算了 我看放他一马 怎么样 好吧 听你的 一句话把他给救了 完了 饶了你了 我谢谢二位将军 我谢谢二位将军 等等 宋哲元你看他站去 王安徒 这饭馆是你开的 我开 好 死罪饶过 活罪不免 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现在要在南口镇 犒赏三军 我看你这个饭馆子 干点活吧 这个任务 这个活 就交给你了 此次犒赏三军 要办得好了 我们给你奖励 要干点不好杀你个二罪 归义 懂吗 我懂 我一定尽力去办 一定办好 好了 大哥 咱走吧 走 人家撤了 上了汽车 开走 那大兵上马就上马 部下就部下 全撤了 这一撤不要紧 王安普从地上爬起来 看了看都走了 摸了摸 全是汗子 哎呀我的 哎呀我的 手指头算了算 我 我这几年 死了几回了 都死中得活呀 不容易不容易呀 我爹妈呀 他到了路口 眼光一转个 不看则可 一看是昏不 浮体 汪恩普 送走了冯玉祥 送折渊 本来想回到店里头啊 好好歇一歇 脑袋都乱了 可是他眼睛就转一看 蛛尸口呢 围着一帮人 能有几百号 人们都看热闹 他就凑过去了 离着不远 等接着别人的肩膀的缝隙 往里头一看 自己的心上人 李彦青 你看李彦青啊 尸首你看不着他 拿席子盖上 露着两只脚丫子 挠在这地方 一滩黑子黑子的血 那席子上 还有一张纸 写着 被人下场贪污者戒 老百姓是怯怯 一只手画起来 光安普那脑袋 欣说话 燕青啊 咱俩交好一场 想不到你年纪轻轻 得了如此下场 哎呀 我好像没跟你一块去 不管怎么说 我不能看着你报尸街头啊 怎么说 也得买口棺材 把你装练起来 他这心里七上八下 正这时候 罗安普包来 老掌柜 你要 走走 罗安普包多急急 把汪安普拉回新封楼 到了柜房 关上门跟他说 掌柜的 你要干什么 你要行善机德呀 你又要管闲事啊 咱不得 管他呢 他是罪有应得呀 你可怜这种人干什么 你 你要想给他买了 你想买棺材 我看出你的心意来了 你要那么一做 有可能又引来杀身之祸呀 咱屁股还没擦干净 宋哲一文将军说的清楚 南口镇犒劳三军交给咱们 办好了忧赏 办杂了 杀你二罪归一呀 你怎么忘了 对 对 哎呀 薛堂你这一提醒我想起来 我哪是管闲事 我觉得这离咱这不远 这一个死岛 他心里发刻呀 哎 你别管 别管 研究咱的事 那么李延青的尸首 谁拉走了 跟本书无关 肯定有人处置 但是说西丰楼这帮人 汪安普现在把所有的一切都依靠着乱扑包啊 薛堂啊 你说靠上三军的事 咱咋办 哎呀 我现在心里没听 我记得宋将军说得清楚 让咱们派人到南口镇去一趟 咱上个大兵营 咱得问问怎么回事 心里好有数 然后回来再想 对 对对对 办事不由东 累死也无功啊 一点不讲 王安普还不敢去 叫罗安普包 须永海陪着他 坐着车子 到了南口镇 书说简短 没见着宋哲源和冯玉祥 那轻易能见得着 到了军区处 见着个姓王的王守仁 他是军区处的主管 是个中校 王守仁接待他们 坐坐坐吧 你们是新丰楼的 新丰楼的 我们来接受口语来了 如何犒赏三军 我们心里头没数 请大人视相 别客气 宋哲源将军 向我交代的很清楚 你们先坐下 听我说啊 一共是四条 请问拿四条 一 这次犒赏三军 是冯玉祥将军 和宋哲源将军主持的 一定要好 要尽美尽善 这是一 第二 我们在南口镇 弟兄们 一共是一万六千人 按十个人一桌计算 一千六百桌 你们记住这个数啊 不白吃你们的 每人花三元钱 一桌是三十元 一共是四万八千元 另外呢 还有当天的伙食费 算的一块将近五万元 由我们军居处 支付 这些简直 分文不少你们 你们放手去干 一定要干好 这是第二样 第三样 您可别忘了 不是随便对付对付就完了 两位将军事相 每桌上 必须有八个粮碟 八个大碗 酒水管购 猪肉管购 你们听懂了 听懂了 听懂了 两位将军事相 办好了有赏 办杂了 弟兄们要有怨言 我帮党位 你可小心了 可够你跳 不敢不敢 一定办好 一定办好 还有日子 今天是二十九 初十那天 正式举行 犒赏三军大会 一共是十一天 瞎头去尾 还有九天时间 你们要抓紧进行啊 懂吗 明白明白 交代完了 他们起了身 顾辆车 一路之上 乱扑包 徐永海 谁也不言 要这心里沉重 这汪恩普 哭丧这个脸 车子一逛的 脸上肉之颤 心里盘算 哼 说着玩呢 放狗臭屁 干什么 一万六千人 十天的时间 就靠上三军 一万六千人 这数目可不小 人上一万 无边无厌 人到十万 是彻底连天 我娘 桌子板凳 勺别快了 晚餐家伙得需要多少 哪有那么大的地 怎么靠上三军 村属管骨子要孩子 完了 这是一大难题 方出龙潭 又入虎穴 哎 一路上谁也没说 回到新丰楼 当天的晚上 其他人张了着 照常营业 骨干的人 集中起来开会 老掌柜的汪恩普主持 二十来人参加 乱扑包磕头的哥伐子 一个不少全来 大家全都做好了 汪恩普首先发言 各位啊 各位 我不说 大家也清楚 这只 两位将军大人 让咱负责 犒赏三军 听起来是好事 实质上一大难题 各位想想 那碗 大碗 就得一万二千八 那碟子 也得一万二千八 那么多的桌椅板凳 哪有那地方啊 咱在什么地方举行啊 缺这少那小小的新丰楼 哪能吃得起来 但是我看出来 不干也得干 这是逼上梁山 各位 咱们相处多年了 是不是呢 有道是呢 养兵千日 用兵一时 我希望各位高过手 大家提提意见 把你们的想法都说一说 咱把这戏咱唱起来 我求求各位 各位 大家发言吧 谁有好主意 这帮人心里都有数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后边还跟着雷呢 办不好脑袋办家 谁也不说话 各位各书谨见吧 谁说话 谁发言 各位啊 说话呀 怎么了 没睡醒咋的 我求你们来还不行吗 谁说话 问了六遍 无人答言 还有几位假装睡着呢 心里有数 表面装相 我说各位啊 你们诚心啊 是不是想看 我得哈哈笑啊 哎 我心方楼要保不住 我说各位啊 你们饭碗可就砸了 咱们是鱼灯水的关系 啊 谁说话 还没人说 都值得这个分量 汪恩浦实在下不来台了 往墙角那一看 他那小舅子刘怀顺 在那坐着 刘怀顺 假装大呼噜 刘怀顺比猴还见 心里说话 姐夫啊 这回可够你呛啊 你不能呢吗 这回我看你怎么过这坎 我看这回非憋住你的向眼不可呀 哎呀 真要饭碗子干不了了 我上哪儿去 我上哪儿寻饭吃 他想自己的退路 汪恩浦一眼瞅着他了 毕竟是小舅子 跟庞人还不同 他把一度的火 撒在小舅子身上 怀顺啊 怀顺 你睡着了 没有啊 我心里正盘算 你先说 你说这个事情能咋办 你迷处处点子 都说你点子多 平常你巴巴巴巴巴巴巴 小舅子可能聊了 这回到了关键的时候 你也出个主意 姐夫 难了 太难了 我一听啊 我脑袋都疼 我姐夫 我倒有个好主意 出事看 什么好主意 关门吧 关门吧 这差事接受不了 干脆 恳请二位将军收回城里 咱的饭馆也不开了 各找门路 我看这是最好的办法 我 哎 哎 好 这点子不错 来 怀顺 来 来 我还有点事跟你说 你叫我 刘怀顺 也没合计合计 脉步就过来了 接管接管接管 街坊 啥事 你这主意真不错 我从心 我从心感性 我从心感性 呱呱 俩嘴巴 把刘怀顺给揍他 鼻子口的血就淌下来 哎 你怎么打人 你个 汪八日 刘怀顺 呢 刘怀顺 平日里我睁一个眼 闭一个眼 你当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贪污我多少钱 你做了多少花花账 你底灯出去 多少东西 看着咱们是亲戚 我不加计较啊 在关键的时候 点子你没出来 你叫我关门 你这心眼多好 我关门没饭吃了 你咋办 你缺德不缺德 你个龟孙子 你个梅桃葫芦 你个汪八蛋 你个狗子 当着这么多人 你发泄这些骂 不管怎么说 刘怀顺 也是个老爷们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接受不了 往日他都不敢 今天他来劲 他把脑子一捂了 王安普 住嘴 你是龟孙子 你是王八蛋 我是你奶奶 你是没嘴儿活动 你你存三孙子 你骨子养的 哎呀这话就太难听 王安普一个好小子 你敢骂我 扑上去 把刘怀顺就抓住 举拳就打 刘怀顺也不示范 三五十两五十 他扛成一口 正好咬到王安普的脖子上 王安普的脖子那肉有这么厚 一刀都卡不透 那个肥爷就翁踢了 哎呀 啊 咬死我 罗姆佛包众人一看 你像话 都过来确实咬 哎呀 哎呀 猪嘴 杀嘴杀嘴 那把拉开了 勉强给俩人拉开 王安普气量 都要背过气去了 脖子鞋往下躺 有人找着药部 找着药 给他包扎上 哎呀 气死我了 哎呀 气死我了 刘怀顺 那还不依不饶 平常我竟受你窝囊气了 咋的 哎 我姐陪着你睡觉 陪出毛病来了 哎 伺候你这么多年 王安普 你别装好不错的 你接我的老底 你啊 你那些事我不急的说 嗯 李彦青怎么回事 你们不男不女的狗男女 你们 老婆包一看 别别别 烧出去 烧出去 就呀 少说几 嘴下溜德 他欺人太深 鼻得牙巴说话 你说怎么办 鸾婆包一看 不说话不行 他一直没发言 并非看王安普的哈哈笑 说这事跟我没关系 不 鸾婆包想的就是这件事 仔细排算 这次靠赏三军 怎么能做得尽美尽善 是啊 一万六千人 不是小数 大家吃得好喝得好 两位将军还得满意 且说这盘 叠的碗 勺 得有多少 桌一板的给多少 哪找这么宽敞的地方去 怎么判 他这盘算这个 他没说话 龙党这一打 谁看不发言不行的 各位啊 掌柜的 我说几句 学堂 你早该说话 我就盼着你说话 老掌柜的 各位 尽管放心 我有个办法 肯定能做到尽美 尽善 书接上文 接着说这段故事 是鸾夫包和风格员 这鸾夫包啊 不是名 是外号 他真正的名字 叫鸾学堂 字叫李平 这是姚善人给他起的 大家叫习惯了 鸾夫包 鸾夫包 连他自己也接受了 就这么传开了 有时候叫他真正的名字 叫他的号 他觉得还有点陌生 他觉得有点便利 咱们闲言手续 书归正文 大家开会 商量着怎么 在南口捞军 怎么能把这些大兵 伺候好了 这是一大难题 鸾夫包早就盘算好了 他开始说话了 要不说这个人 说话有分量 大伙都尊重 他这一发言 众人都静静的听着 汪恩普那脖子 称多长 也听着 罗姆普包看了看 各位 这事放心 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别怕 世上无难事 就怕有心人 怎么咱把老人的古语都忘了 这算得了什么呢 又倒是事在人类 我就不相信 咱们在座的好几十位 就办不好这么一件事吗 这也是对咱们大家的考验 哎 几句话不多 众人吃的定心玩了 汪恩普 我尝出了一口气 脖子还没锁回去 是 是这么回事 掌柜的 您也把那心呢 放在肚子里 别看他们说了 杀您二罪归一 两罪并伐 那是吓唬人 据我所知 冯玉祥将军 宋哲元将军 那是顶天立地的好汉 人家是 是非分明的人 绝不妄杀无辜 他杀的是什么人 杀的都是败类 您充其量是个开饭馆的 大家都知道 一没抢 二没夺 三没绑票 没做过什么坏事 难道说 挣俩钱就犯罪了吗 您没事 就为招待不好 就把您枪毙 不可能 那是给咱们施加压力 这两位将军 绝不会干出这种事来 老掌柜 你把心放下 不会那样的 你说的咋那么对 我说那俩人也不能这么干事 我相信 我一百个相信 不管老掌柜 不管相信不相信 这根事 咱一定要办好 办好之后对咱没亏吃 那会儿我们在新丰楼 名声大增 买卖更得红火呀 您说是这个理吗 弟兄们 方才我盘算了 我们新丰楼想接这活 万难 可前些时啊 我在前堂的时候 没少跟咱们同业的人接触 大家记得吗 咱们北京城 不管东城西城还是城外 有许多带堂字号的买卖 我举个例子说 石沙海的庆河堂 地安门外的庆封堂 义和堂 这堂字的买卖多了 据我所知 他们竟接大买卖 谁们有钱的人家 婚丧嫁娶 人家那举动多大 一请客都上千人 两千人 三千人 都是这买卖来接 咱们接不了 我那是想 我咱们新丰楼 也能接这买卖 岂不更红火呢 是不是 方才我盘算了 我们把这些家 都联合起来 这些人经验丰富 上千的人能办得了 上万的人也不难 人家那出师都有 另外呢 晚餐家伙 桌衣板凳都不去 联合起来 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众人捧柴火焰高 这是一 另外这个地方 我也盘算了 我记得 我还去看过热闹 他们房间 没有那么多 怎么办呢 在那院里 搭那大罩棚 哎呀 咱中国这棚将 可了不起 小多天工 那手艺太高超了 虽然叫棚 搭得跟那个房子差不多 哎呀 雕梁画柱 非常壮观 我盘算一下 咱北京城 城外 管这棚铺 就能有五六十架 什么席子 工人 有的是 他们也有出师 你看街买卖 他们得干 什么盘个炉灶啊 大勺炒勺 应有尽有 我们再把这些人联合起来 不让他们白干 照样咱们付款 咱不有钱 这样一来 里外联合 咱在这支撑着 何愁此事不成啊 愁什么 不就一万六千人吗 不就是一千六百桌吗 我看好办 这会儿 汪恩浦 心平静下来 嗯 嘿嘿嘿 他这么简单的事 我咋就没想起来呢 哎呀 薛唐说的太对了 薛唐啊 你够军事 你是诸葛亮 我各位 从现在开始 薛唐走马上任 就是咱们大伙的军事 这件事 他牵涛 他可以调兵前将 连我都得听他指挥 你们听见没有 同意 赞成 鼓掌通过 卵学堂脸也红了 哎呀别 别别 各位各位 我出骚足一行 我就是马前的小足 让我干 我干不了 我干不了 汪恩浦过来 薛唐 好兄的 你看老哥的哈哈笑 你不担任 谁担任 你不牵头 谁牵头啊 我这离过去了 老掌柜的你别这么说 我怎么配做 诸葛亮 徐永海过来 我兄弟 你怎么钻牛角尖 诸葛亮是谁 诸葛亮还不是保刘备的 现在老掌柜的就是刘备 你是诸葛亮 诸葛亮再能力再高 也得听刘备的 对不对呢 水大漫不过船下 掌桌的 掌舵的 还是咱们老掌柜 你推辞什么 对 要那么说 我就斗胆了 同意 乱扑班的心真不错 绝没有意 看汪恩普就哈哈笑 一看汪恩普如此信任 他也很激动 弟兄们 说干就干 时间尽快呀 永海大哥 子明二哥 你们二位能说会道 这么办吗 联络这些鹏匠的事 联络唐字号买卖的事 烦劳二位了 多了呢 时间没有了 三天时间 能办成不 差不多 差不多不行 一定要办成 二位哥哥辛苦了 行 交给我们了 带上俩跟班的 两个人出房了 剩下的这些人还开会 研究什么呢 说桌衣板凳 搭大棚这都解决了 吃啥呀 这是关键的 这是关键的 提建议的人 非是旁人 此人姓武叫 吴兴章 吴兴章啊 这人了不起啊 据史料记载 将来创办 风泽园的时候 头一个 挥迟章 第二个就这五星章 小火 Platz 长得 顿顿实实 大眼光 模样长得一般 但是聪明绝领 御视不慌 他也没嫌着 五星章也在盘算 鸾头包一说他双手赞成 接下来他说了 我看这些是次要的 怎么把这些大兵打点点 乐了吃着香了 美了这是关键 老掌柜的 我说 鸾头包你们想想吃什么吧 八个碟八个碗 除此之外还上什么 酒水是 广告猪肉广告 怎么能吃的香吃的美 是啊 鸾头包一皱眉 五大哥 你要讲吃喝我是外行了 你讲白话那些事还行 您是内行 您说怎么办 我想听听老掌柜的 掌柜的你说是怎么办 我方寸一乱 什么我都想不起来了 姓长你说呢 你点的多你说 我也瞎说 供大家参考 我看这么办 你们知道东西钢瓦事吗 钢瓦事 可有好东西 叫白肉皮 白肉皮 白肉皮是全都的皮 做的十分精美 我说 咱不如模仿一下 把人家手艺 咱也可以借过来 人咱也可以借过来 咱们也学学 一个是成本病 第二 好做 另外我也分析了 一万六千个人是不少 分什么人啊 都是大兵啊 大兵见过啥 大兵能吃什么好东西 打起仗来 爬兵卧血 竟在前提 要说 糊能一口就拉倒了 也吃不出香了 也吃不出臭了 打点这些人好办 就这白肉皮 猪下水 做的香香的 精美一些 我看 他们就能吃的是满嘴流油 那刘怀顺啊 这阵 也安定下来 听完这话之后 他也起来了 我说两句啊 我给你补充一下 是 新章说的不假 那大兵的没见过啥 臭大兵 他们见过什么大使命 见点肉 就美得出 逼顶泡了 可是那些当官的 责不然啊 你当大官的 更甭提了 猴头燕窝 杀一吃 什么没吃过 这是难伺候的 我的意思是说 打完棚吧 给那些军官 另打一座棚 放在我盘算了一下 当官的能有一千人 咱们照一千人计算 这个洗面得硬点 像刚才说的那个 不行 当官的得吃好点 王恩普一盘算 白肉席 就是猪呗 那猪那玩意 他不值钱 就是费点工而已 这玩意 那军官要提出来 猴头燕窝 杀鱼赤 娘 那我就得排大哥了 嗯 是 要跟当兵的吃一样 不行 怕他们调理 这怎么办 学堂 你再说几句 你看怎么办 我说几句啊 我没说我是外行 我看这么办 这洗面一定要硬 当官的 二十四个菜 煎炒烹炸 凹炒孤独顿 什么都有 除此之外 咱再上四个大劲 这四个大劲 一只焖鸡 一只烤鸭 一只肘子 一条大鱼 红烧鲤鱼 再上四个大劲 我看差不多 对对对对 一说话我就爱听 二十四个菜 再加上四个大劲 桌子都摆不下了 哈哈 就这么地 就这么地了 王安普心里盘算 要照这洗面 一加一 二加二 二一天做五 三一三十一 五万大洋 我就能挣三大 都要想起他发财这事了 可是呢 有人发现 这陈焕章直肠就说话 老东家 不管是全主席也好 什么也罢 您别舍不得花钱 什么钱都能赚 这钱可不能赚 越丰盛越好 哪怕剩下也没关系 要不够 人家挑了理 可麻烦 官长你说哪去了 我算计什么 我算计怎么把这菜饭做好 我能赚这钱吗 我多大的胆子 那好 但愿如此 书说简短 没用识天 一切齐必 在准备好之前 乱扑包建议 办事不由东 累死也无功 咱就把这个事啊 向人家汇报一下 听听人家的意见 人家要说脱了 那就这么办 人家说不行 还得改动 咱还来得及 对 对对对 薛堂说得对急了 还正说着呢 管后勤的军需官 王守仁来 怎么的呢 王守仁也不放心了 因为两位将军 对这次犒赏三军 极其重视 指示王守仁 办好了 有赏 办砸了 为你示问 王守仁睡不着觉了 带着亲兵 来到西风楼 首先见着汪恩 乱扑包众人 把两位将军的意思传达了一下 王恩普这人呢 就爱买好 哎呀 长官你放心吧 是这么这么这么怎么办呢 您看怎么样 好啊 哎呀 你们讲的是极其周到 真像你说的那样 肯定两位将军也能满意 是吧 您来的正好 我们这么做 既然您同意 我们就着手了 还有点事 还得麻烦您 说吧 什么事 凡是我能做到的 就是搭这棚吧 我们得请棚将 您不知道这棚将多标钻 这些人才不是东西 新丰楼要出面 你请他们 喝 他们抬高了身价 来个狮子大张口 何地要钱 给钱没关系 他一扯皮 耽误了 犒赏三军的大事 所以呢 将请民出面 能战乎战乎他们 只要他们一老实了 您放心 官宝大功 告成 军须处长王守仁 来到新丰楼 要了解了解 南口劳军的情况 准备的怎么样 掌柜的 哎哟 口四悬河呀 这汪恩普不是擅长 把别的功劳 全归他自己了 说的是条条是道 王守仁高兴 行 这么办 两位将军肯定满意 可不需施假 啊 到时候说的跟做的不一样 可不行 咱们能的 咱们是信誉第一啊 我以名誉担保 长官 我还有件事相求 说吧 什么事 这个 这个老军呢 得需要 鹏将 打鹏 咱这 有几十家 但这些鹏将 十分 丢钻 十字大张口 要起钱的 没个够 这钱多 钱少 是小事 我就怕 为这事 发生矛盾 耽误了 老军 是大事 您能否行个方便 发个文件 我们拿这个文件去 这就畅通无主 不合适吧 司令部 怎么能发这样文件 不行 那 那万一要耽误了 你我都得担责任 王首人 琢磨 琢磨 这样吧 文件肯定不行 那么 你可以 以我军需处的名义 跟他们打个招呼 你说 靠赏三军 哎 这是个任务 我想他们不会刁难 行 行行行 一言为定 我就打着您的旗号 这汪恩福这家不怎么的 做完那个空子 他用眼睛一搭 这王首人呢 是挺有学问一个人 老实把讲的 跟一般的那个游子 他不一样 所以这样人好糊弄 他领下这句话来 车虎披拉大旗 拿着军需处的名义 去拍人去 把这些膨胀壳给坑苦 受大类出大力 哎 结果还没挣个钱 你说这汪恩福 聪明反辈 聪明误 这种事上边能不知道吗 这是后话 咱讲些不提 书要简短的 经过紧张的筹备 到了初时这一天 靠赏三军的事是如期举行 再看南口站是五月悬天 彩旗飞扬 这一天 以冯玉祥 宋哲园 陆中林几位将军 都换了细腻服 神采奕奕 高兴 带着参谋副官一大帮 走进军官大棚 军官有军官大棚 士兵有士兵的大棚 一大六 整整齐齐 冯玉祥将军 来到棚前放眼一看 嗯 这棚搭得好啊 跟盖的房子没啥区别 怎么一看有三层楼那么高 玻璃门 上的有金乎乎撒大字 巨鹰堂 巨鹰堂 什么意思 陆中林说 总裁量 这不很清楚 英雄大聚会 英雄聚会一堂 就这一句 哈哈哈哈 真会起名啊 好好 到里边看 门一拉 冯玉祥迈步进了棚子 到里边一看 真宽敞 跟厂量 地上 铺着红毯子 都挺后 踩上去 喧呼呼的 往四边上一看 正名刷量 你别看 卢西大的棚 都有玻璃大窗户 擦的被干净 往上的看 屏上还有个大天窗 拿绳 可以拉的 合起来 也可以拉开 比如烟多 来 放放烟 把这席子 拉起来 一卷 透气 比方说 需要阳光 再拉起来 阳光可以直射到棚里 另外 另外这四席都不显着 要说挑山对 连名人字画 样样俱全 也差不多少 花鸟鱼虫 挂得非常的得理 嗯 冯玉祥挺满意 再往正中一看 喝 金光闪闪的大字 映入眼帘 正中央有八个金字 出这么大事 上面写的是 百战 百胜 下面是 为国 为民 行 往左右再看看 主席台左右 还有一副对联 哎 不知 出在什么人的手笔 冯玉祥 仔细欣赏欣赏 单气冲消汗 赤胆 担心 安设计 哇 接不看 文光射斗牛 六涛三略 并华仪 呵 呵呵 哈哈哈哈 行 嗯 不错不错不错 总的列 行 登登登上了摊的 摊上摆了几桌 是将军们就餐的地方 一般军官都在下头 外头阳谷阳号 不知道什么人 还放起了几挂鞭 嗨喁喽 嗨喽了 叮他 叮他 嗨喽了 鼻�喽了 各位入祭 入祭 入祭 改善生活 谁不高兴 金官们都是 十个人一桌 大家团团圆坐 举杯敬酒 逢玉祥 讲话 哎 咱不必细说 书说简短 开洗了 二十四个碟子碗 啪啪啪啪啪 这一放 还没等吃呢 香味扑鼻 就斗起你的蝉虫来了 冯玉祥是居中而坐 下锤手 陆中林 这份宋哲元 其他人在下半段坐着 大家轮流敬酒 喝了喝这茅台酒 不错 挺好 来 今天咱们尽兴啊 总是亮 敬总是亮一杯 敬总是亮一杯 请请请随便随便随便啊 不拘长礼啊 谁别客气 弟兄们 大家尽兴啊 谁也不必给谁敬酒 来来来 喝喝喝 尝着这菜 嗯 兄弟 新风楼坐的真得胃啊 是是是 有人给介绍这道菜 叫什么名 这道菜叫什么名 啪啪啪啪给介绍 一边介绍一边吃 这冯玉祥吃 旁的也香 差点 唯独一道菜 把他给吸引住 这道菜是肉 哎呀 肥而不腻 吃的是满嘴溜油 他这筷子紧奔这滑的 别人就把这盘推过去了 总司令 您吃吧 他挺喜欢 是不错 来来来 咱们吃 嗯 明轩兄 明轩兄 就是宋哲源 宋哲源 赶紧欠了欠身 组在里 什么事 明轩 我这菜叫什么名 刚才不报名了 荷叶肉 荷叶肉 看这个颜色 瓶瓶这个味道 跟那扣肉 没啥区别 不过比扣肉香啊 是啊 我尝的 也挺得胃 明轩啊 我看这样行 经历了大喜大庆的日子 为了祝贺咱们在南口 慰劳三军 咱们也留个纪念 给这道菜 这肉改个名 你看看 叫什么名 这荷叶肉 我觉得不雅 改个名 好 有纪念意义 嗯 哎 总算量 咱们在南口 犒劳三军 对不对 为纪念 这次盛事 不如 把这肉 叫南口肉 南口肉 好 好 起点好 就把这道菜 改为南口肉 你看将军们 谈笑之间 留下纪念 到南口 劳军之后 这道菜 南口肉 风行一时 各大饭 各大饭庄 各大饭馆 纷纷都做南口肉 冯玉祥将军都爱吃 何况是我们 据说后来 有一段时间 南口肉 失传了 谁都不会做 你到饭馆 一打听 我要南口肉 没有 怎么做法 不清楚 冯玉祥将军 怎么爱吃 不理解 后来 有位先生 也是烹饪大师 这先生姓吴 叫吴正格 吴先生 关门研究了 南口肉的烹饰经验 哎呀 不要差研究 费了九牛二虎的劲 终于制造出 更好的南口肉 现在这个南口肉 给北京人 多了口福了 你想吃不 现代吃也有 那就请您赶问 朱氏口 风则园 你就要个南口肉尝尝 能把你馋死 能把你没死 你肉相及了 闲言少许 劳军的事情 完了 冯玉祥 陆忠林 宋则园 都高兴 这钱没白花 新风楼干的不错 而且一切一切设备 也令人满意 帮手人 要 宋三略 我中国的藤将 别具将心 整得多好啊 我特高兴 重赏 藤将 吃 宋三略 请试下 赏多少些 三千大洋 吃 赏三千大洋 三千大洋 那些钱在那儿 那捐的头啊 三千块 上去 但这钱 没直接到 彭将手里 得交给 那掌柜的 汪恩普 这汪恩普一开 叫我发呀 那钱我都给了 干脆归我吧 他入私拿了 您说这人 缺德不缺德 这件事过去了 一日两 两日三 那些 彭将们就等信 彭将们 没领着钱呢 那当头 得领着一点钱 剩下干活 得没得着钱 大家就猜门 还不发钱 是啊 我听说 冯玉香将军高兴了 还有赏 你说赏了三千 真的假的 那怎么还不给咱们发钱 咱等些日子 又等些日子 没信了 那这些人能干吗 我们和西北方 大家集中起来 先去请愿 找到南口镇 找到王守人 王守人早把钱给了 一听这事 大吃一惊 怎么 你们没见过钱 没有 到现在 三人皆无 我们白处理了 忙活那么些日子 那那好好 你们先回去 我了解了解 王守人经过内查外调 真是这么回事 王守人就恨是王恩普了 心说你真是个奸商 唯利是图 你怎么这么狠毒 你心都黑的 不敢隐瞒 隐瞒将来 冯玉香知道怎么办 把这事如实的 向上级报告了 冯玉香不经则可文庆此言 气冲斗牛 烦了 这个王恩普 真是可杀而不可留 一定得重责 怎么重责 下文还没等说呢 司令部有紧急的军事行动 这冯玉香领 人就走了 这事就悬案 挂在这 肯定得处置 就方声也传出来 也传到 王恩普耳朵里 王恩普也傻眼了 他说什么 总司令说话 要重责呀 这含义是什么 也可能枪壁 也可能掉脑袋 也可能蹲监坐狱 也可能杀我的银子 这怎么办 哎呀他后悔了 其实后悔一晚 是你的钱吗 你揣兜里 君子取财才有道 你来路的名 我靠着这挣钱 我花了力气了 你拿你那所得的 不该你拿的你别拿 你手爪子别太长 古往今来古今中外 有多少人就不明白这个理 就因为手爪子太长 太贪婪了 不是你的你非拿不可 到头来怎么样 丢官罢职 敦奸作狱 甚至断塑了性命 身败名列 这就应了那句话了 人见利 不见害 鱼儿见食 不见钩 你没看着 那鱼一看 那神好过去当一口 你都有钩 再帮他勾成他 人没见着利 没见着害 当时利欲熏心 做了蠢事 到头来世上 没有后悔的药 这汪恩仆 就是这么快货 到头来了 傻眼了 急得团团直转 安家他怎么处置 咱先不说 翻回头 单说 姚善人 姚则胜 姚善人跟他的女儿 天天在家 人家过的是 天堂般的生活 因为外道 兵荒马乱 所以呢 姚善人 不准女儿 随便出门 十几岁的大姑娘 偏敢这片 姚真真 心血来潮 非要出门 坏了 才演出了一场 大祸 书接前文 咱们正说到 姚善人 姚则胜 和宝贝女儿 姚真真 人家家里是 家称人直 姚则胜 什么人 金融界的巨子 在北京 不说是跺一脚 颤三颤也差不多 巴的淫架得头一把 同德号的大老板 但这人非常好 没有一个人提出个姝字 说那些有钱的人 一些毛病 没有 就陪伴着女儿 这女儿 是她的 国宝贝 要猩猩 不敢给月亮 而且咱们介绍过 现在姚善人 人在中年 不娶媳妇 怕女儿受气 任何打官棍 这种的也有几个呀 宁愿牺牲 自己后半生的幸福 但是人家过得也不错 由于外道兵荒马乱 谁也不敢上街 特别是真人 现在说句老话 身大秀长 说句时髦的话 成熟了 大姑娘 跟几年前不一样 那出落的如花似玉 这真真你说 怎么长得那么好 够得上是个大美人 你说个头 腰身 五官 皮肤的颜色 举止动作 叫人瞅着都富有吸引力 所以呢 姚德胜对姑娘 更关心 这一天真正犯病了 爹 多少日子不让我出门了 我闷死了 你今儿会歇着 你带我出去玩玩 哎 爹不是说过吗 外头兵荒马乱 爹怕你出事 没事了 我问司机长伯了 说最近一个阶段 比较太平 买门都照样开着 你带我上新丰楼 我去找鸾铺包去 我听他给我讲笑话 一定要带我去 说实际的 姚善人也听想 鸾铺包 可他手下一杆必须 也觉得有点烦闷 想了一想 好吧 爹答应你 哪都不准去 就到那听俩笑话 坐车咱就回来 行 只要我听一个笑话 我就满意了 好吧 换衣服 爷俩换了衣服了 有钱 出门是出门的衣服 在家是在家的衣服 再看这真真 穿了一套国际最流行的 连衣裙 短发 腰里沙着袋子 下面特别穿了一双皮鞋 擦的是赠名刷亮 那真是亭评律 他别怎么看怎么喜欢 夹了不大不小 一个小屁包 里边带了点零碎和零钱 司机长驳 把汽车准备好了 爷俩钻进汽车 到哪儿老板 新风楼 您坐好 一踩油门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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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 扳 赶奔前门外 新风楼 那个年月 有几个坐得起 汽车的 在老百姓的眼里来看 那汽车 那 望尘莫及啊 大概坐汽车那些人的屁股都特殊制造 跟一般人的屁股不一样 谁敢贪婪呢 想都不敢想 哪像现在生活提高 那街桶子上真是车水马龙 红当机咱这车就拥挤不堪过不去 咱说的是什么年代 坐上汽车的得是了不起的人 一般人不信 车子飞快到了新峰楼 杀住了 长伯下车 车门开开 老板请下车 姚德胜下了车 女儿阵阵也下了车 迈步往里走 就发现这新峰楼的门口 跟往日不一样 真的 怎么回事 新峰楼的门外是冷冷清清 往日是车水马龙了 停的车都老了 今天一辆车都没有 出来他们家的车 这还不说 往街口一看 二分局的警察 拎着警棍来回巡逻 敢打过往的行人 回家 说你们回家 老百姓被打的是东奔西套 谁也不敢再说 警察多凶啊 都巡警 哎 还往前来 有个老头有点耳背 卖堂壶的 扛着堂壶的马子正往前走 这巡警过拳 咚就一脚 老头没注意 摔了个羊八叉 马子也摔到地上了 堂壶的咕噜的满地全是 老头还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了 我犯啥错了 别说你犯啥错 别说你犯啥 不让走 不让走 你非走 珍珍哪见过这 吓坏了 别 这 这为什么 姚泽盛看不惯这 战士气人们 你警察多什么呢 你虽然掌握着特权 咱们也不能胡来 你是这么大岁数老头的 你跟他说清楚不就得了 你干嘛你 姚泽盛 也管路见不平的事 迈步就过来了 你还认得 这警察是个巡警 二分局的姓孙 哦 这不孙警官吗 坏 我当是谁呢 姚老板 您怎么这么闲的 先别说这个 这怎么回事 您不知道 今天晚上有特殊行动 哦 什么特殊行动 能告诉我们 跟您还能背着吗 张作霖 张大帅 张学良 张少帅 爷俩 上新峰楼来吃饭 是吗 来了吗 没来呢 命令下来了 开始进阶 你说这 我瞪眼超出 嗓子都喊哑了 他听不见 你说气得 算了 他这么大岁数 也许耳背 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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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一块钱 拿着去制制商 去 摇善人 摇善人 不做善事 怎么能得这么个好称呼 卖堂壶了 老头一看是千万万谢 我谢谢你了 我谢谢你了 把地上的东西滑了滑了走了 那警察呀 显得挺不自然的 有了吧 这也是没办法 我也不愿意这么看 你说是不是 这是行人 如果是还在这溜达 大帅要看你 我就活不了了 往最轻说 饭碗子就得砸来 所以刚才我显得 有点粗眼 人哪 但能容人 且容人哪 对不对老孙 人不修今事 还得修来事 都要给自己留有退身余定 千万别把事干得太绝了 对吗 金时良言 金时良言 好了 我告辞了 姚德胜就明望深的说 再往深说就难听了 你给你自己留有一地 别把事做绝了 你这么做缺德带冒烟 你掌握这特权怎么的 你一辈子都掌握特权吗 你要一旦失去这个特权 你怎么办 你得罪了那么多人 大伙一人一口 就把你咬死 一人一手指的把你戳死 还用这么说吗 那警察多明白 就知道姚善人嘴下给留着情了 所以那脸很不自然 一转身他走了 哎呀 姚德胜挺扫兴的 本来挺高兴的 你刚刚到新丰楼里遇上这腻的事 张作联还得来 回避回避 别凑着热门 真的 听见没 新丰楼有事 怪不得静着街了 一会张氏父子来吃饭 咱回避回避回家吧 不 他吃他的饭 我吃我的饭 我能打扰他什么呢 我好不容易出来 我不回去 要回去你回去 这孩子 真不懂事 好吧 你只准在这好好吃饭 哪都别去 我让唐伯的汽车在门口等你 吃完了 玩完了 马上回家 以免我变面 行 爹你先走吧 就这么的 姚善人打辆车子 人自己走了 让唐伯留在外头 这真真 进了新丰楼 谁不认识 哎哟 真真小姐多日不见 欢迎欢迎 有真真小姐 您好啊 里边请 里边请 每次来 他都得一号雅尖 在这吃饭 今天也不例外 徐永海当班 赶紧过来 哎哟 来来来 快请到屋里吧 怎么 姚先生没来 我爹有点事回去了 就我一个人 真真心说话 一个人才美呢 省着我爹老管我 居中而坐 那会给他泡点茶 点一下 吃别人都给摆上 哎 真的小姐 您今儿吃什么 嗯 多日不吃了 我就想吃你们那个 油烹的菜花 清淡可口 行 那肯定了 还吃什么 水晶肘子 还吃什么 还吃 哎 给我炸点馒头片 另外要一瓶白蓝币 我得找人陪着我喝 学堂嘛 去把学堂给我找来 今天晚上可巧了 没活 张作霖这边要来 敢接别的活吗 咱们前文书说过 就因为张作霖来了 没地儿 张作霖了 要学习新风楼 所以说这一次来 所有的人格拜留神 什么买卖都不接 楼上楼下空的 后院空的 就给张家父子留地了 所以没有什么客人 鸾婆包所有的人都挺清闲 鸾婆一听说真真来了 洗了八脸 换了套衣服 赶紧过来了 真真你来了 我真想你 我就想听你给我讲笑话 来坐坐坐 好 今天难得清闲 鸾婆包坐下了 那个时候我记得你说了一段书 鸾婆包给真真送过项链 真真真以为鸾婆包向自己求亲 那么这个事怎么样呢 咱现在就得介绍介绍 说这一段书来说 说这真真真 人大心大 十六七的大姑娘 春心已动 斗寇年华 斗寇已开 想这种男女之间的事 也想结婚 是这样 他也非常喜欢 鸾婆包 闭上眼睛 有时候瞎琢磨 鸾婆包长得不怎么样 其貌不扬 没什么能出手的 就是个头什么 没 一般般 但这个人很有风趣 很有特点 特别是口塞悬河 讲那些笑话非常中听 都那些乐子非常幽默 他就喜欢他这个人 但是时间间隔的太长了 心里都有 逐渐也淡泊了 人就是怕这样 酒恋食魔 老在一起 耳鬓思魔 形影不离 一旦分开了 逐渐就淡忘了 心里都有 表面正流露不出什么的 那么鸾婆包呢 原来想这真真 想这睡不着觉 拿脑子光光撞墙啊 闹心啊这玩意 想的他是神魂颠倒 后来叫磕头大哥徐永海 教育他一顿 徐永海没说 老爸 清醒点 人家什么家庭 咱们什么样 人家高高在三十三层天顶上 咱不到地狱也差不多呀 门地相差悬熟 兄弟我不是扫你的姓吗 你有什么能力 充其量你就是跑堂的 你伺候人的 人家家里得有金山有银山呢 再说那真真小姐 长得如花似玉 美貌如同天仙 我先天 你这份尊重 我不敢过誉啊 跟人家没法理 什么叫门当户对 你趁着 别找痛苦 死了这个心 哇哇哇直言不会这么一劝 乱扑扑 睡不着觉一啄嘛 是这么个理 是这么个理啊 古人言 人贵有自知之明 这话说的太有道理 人不了解自己 贵有自知之明 我自己吃几碗干饭 我有多大的分量 我有多大的能水 按理说 旁的人不了解 你个人是最了解的 我我可不是吗 我跑堂的 我伺候人的 我家里边吃饭都勉强 还谈得到别的 你真真是跟我不错 无非听我讲笑话 看我有意思 人家能动真情吗 能爱上我吗 人家长得貌美天仙 我其貌不扬 人家家里有金山银山 我家穷的 连耗子都要饿走了 怎么比 死了心脉 不讲了 这就不善了 自己又个渣 把自己杀住了 打那之后 果然减轻了负担 吃的也香了 干活也有劲的 还没有砸面子 分别多日 今儿见着了 这心里可也是一方个 热热乎乎的 乱乱乱乱在这坐着 偷眼观看 一看这真真长得更水亮 穿的什么衣服 外国人才穿着衣服 葱绿色的连衣裙 散发 那脸蛋长得更水亮 哎呀 真是太美了 皮皮子闻了 那么一闻 人家没胆香水 本身皮肤里散发出一种清香 真是人神魂颠倒 蓝扑包心里清楚 又要玩いる鞋的 又要玩鞋的 对不对 哎 不许想 我告诉你 蓝扑包 不行想 再想 我自己骂 我自己的祖宗 哎 还住了 真真小姐 来来 吃点 今天我陪着你好好喝几杯 哎呀 没想到 喜忠出碑 就发生了 大事 姚珍珍 到新丰楼吃饭 其实他们家的饭菜 不次于新丰楼 实际的来说呢 来找乐 来开心来 偏感成新丰楼 今天晚上 要接待张作霖和张学良 门前进了街 饭馆里空屋一人 大家都闲起来了 刚得着这心 张作霖开会来不了了 你看这事闹嘴 他不来了 大伙挺高兴 乐得清闲 今儿个早关门 早点歇着 珍珍这一来 有吸引力 银行 鸩膏包 徐永海 大家都来了 在这赔着 是又说又笑 这菜饭摆上来的 都是珍珍最爱吃的 他是个孩子 吃什么都挺香 非要把厨师也请 厨师是谁呢 就是五爷 磕头的五爷 郑福祥 大胖子 郑福祥一看 珍珍小姐叫自己 还系着围裙就来了 一边擦着手 胖乎乎进了屋 被灯光一照 他脑袋剔的是赠名刷亮 这脑袋跟五万度灯泡差不多 珍珍瞅着就乐 郑师傅 郑大哥 谢谢你给我做的好饭菜 哎哟 小姐 我这不是应该的吗 你多提意见 要说我做的不错 那你就多吃点 来 我敬珍珍小姐一杯 大家是笑语浑声 毫无拘束 这珍珍肚子有底的说了 乱扑巴 今天我找你来的 你得给我讲笑话 我笑话都讲绝了 没得可讲 不 你骗我 今天你不讲 就是不行 给我讲一百个 大家都说 老乱 老乱 乱扑巴也高兴 左一个笑话 右一个故事 讲那大家乐的眼泪都淌出来了 讲了十几个 这珍珍也不完 再讲一个 真没了 不行 再讲一个 讲一个我就饶着你 哎呀 还讲什么呢 哎 乱扑巴有些笑话都现编的 记性发挥 这一看 征服祥这脑袋太亮了 有主意了 好 再讲一个啊 完了咱就结束 行 再讲一个有意思的 好吧 你听听有没有意思 说这个古代啊 有个和尚 这和尚不守规矩 犯的叶规了 什么坏事都干 特别是呢 与一个有夫之妇私通 这件事 让人家丈夫告到县衙 相关一听 火冒三丈啊 哎 一般的人干这种事都不允许 何况他是出家人吗 可恶之急 派一个当差的去抓这和尚 和尚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死抓了 立居所带 由于他罪行严重 得送到府衙去 到府衙去宣判 可能要处以急刑啊 这当差的所在这和尚 问府衙 哎呀 这和尚一边走着 一边心里的盘算 完了 到了府衙 知府大佬呀 里边一逛荡 就得把我处理 急刑啊 怎么办呢 我得求活命啊 哎 走吧 到下雨了 不能往前走了 他们找个地就住下了 这和尚一琢磨 天助我也 今天晚上 我得借着雨 逃走啊 怎么办呢 和尚头还有俩钱 买了二斤肉 打了二斤酒 一斤花生米 请这当差的喝酒 这当差的也觉得人困麻烦的 晚上也没事 喝点酒 解解法吧 好吧 当差的就上了当了 上了当了 酒一下喝多了 喝完趴锅上睡着了 和尚一看游击可乘啊 此时不走 更在何时呢 在帮柴的身上 把钥匙翻出来了 把拨索 手肘 全都打开 打开之后没事了 我得快点逃走啊 哎呀 他刚刚屋里灯太亮 不行 别把灯止了 结果这和尚把灯吹灭之后 跑了 跑到半岛又回来了 真真听到这儿 眼睛瞪有那么大 那为什么呢 他不想走了 不是啊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了 往哪跑啊 当差的年轻啊 腿脚麻利 一旦他心醒过来 一看我没了 肯定得找我 说不定还得把我抓住 为了保险起见 这和尚听聪明 开抽签 他就翻 翻出去把剃头刀来 把灯长起来 就给这当差的帽子摘了 把他头给他剃了 剃的溜光 也像和尚差不多少 然后 和尚换了换衣服 把当差的衣服 他穿上 把和尚衣服 给当差的穿上 最后一看一切齐悲 把灯直灭 他跑了 这回真跑了 就说这个当差的 睡了能有一个时辰 睡醒了 沉了沉揽腰 把眼睁开了 往屋里一看 怎么这么嗨呀 哎呀我喝多了 我现在正办公的时候 我正押送犯人 我怎么能喝酒呢 喝有悔 这和尚干嘛呢 一摸 和尚没了 哎呀 当差的可急坏 今儿这和尚跑哪去了 一定我醉酒不行 他逃之夭夭了 将来我怎么交代 大人非怪我不可 他四代找这和尚 找不着急的是 心急活了 他有个毛病 他这毛病 就着急了一范畴 爱摸自己的脑袋 最后一划了自己脑袋 溜光 哎呦 我真够笨的 闹了半天 和尚在这儿呢 他一说到这儿 这郑浮祥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 瞪大眼睛看着 在哪里 华普包阿哥这不在这儿呢 用手一直是郑浮祥 珍珍才明白过来 闹了半天 华普包编了个笑话 骂这郑浮祥 大火天完全乐坏了 真真也乐坏了 郑浮祥一听 好 华普包 你当兄弟就找哥哥的便宜 今天我背走你不可 俩人围着坐着 直转 一边乐一边跑 这屋里是笑语欢声 正这么个时候 老掌柜的汪恩普 从外边进来 原来他们店里头 严格规定 本店员工 在营业时间 绝对不准陪客人吃酒 不准大声喧哗 不准进雅尖上这折腾来 那三令无声 今天他一进门就听着这声 他那大脸蛋的呱呱 撑起来 心中话谁这么大胆的 破坏店里的规矩 你想干不想干 怒冲冲 奔了一号牙尖 一推门他进来 他那意思要发火 乱扑帮一看 是他吓着 不跑了 其他的人说 收脸的笑容 乱扑帮过来 哟 老掌柜的 您来的正好 我们不敢破坏规矩 因为今天有特殊的客人 你看 珍珍小姐来了 为了给珍珍小姐开心 我们哥几个也没活可干 所以都去到这屋来 老掌柜的 您生气 你生气吗 喂 王安府一看 珍珍在这 贵客 马上那脸就变了 怒脸变成了笑脸 跟那麟了佛差不多 哎呀 我当谁呢 珍珍小姐呀 你好啊 珍珍心说 这人真有意思 刚才一进屋 把我吓了一跳 跟凶神恶煞似的 眨眼之间 满脸都是笑味 嗯 帮打过来的 你挺好呗 托福托福 挺好 哎呀 珍珍小姐 我真是想啥来啥呀 嗯 我正想珍珍小姐呢 哎 你就坐在这了 来来 给我搬把银子 我陪着珍珍小姐喝几杯 来来来 我给你买上 我喝的够多了 不 我敬的酒 你是非喝不可 来来喝 来来来 珍珍没办法 把这杯喝下去 再看汪恩普 我自己买上一杯 一样多了 也喝下去 喝完之后 没伤了 珍珍正谈算的 真扫兴 他来干什么 凡死个人 听爹说的 这人不整理 人品道德 各方面都不好 要没你 多欢乐 有你 这饭不能吃 珍珍就要走 刚一站起来 突然发现汪恩普 放声大哭 放声大哭 珍珍一看 这人有病吧 这是 怎么一会儿就哭开了 哎呀一看 那大胖脸上 那泪水 大大大大大大 全下来了 珍珍就是没笑出来 后来发现 他哭得太悲痛了 珍珍的眼圈也红了 掌柜的 你咋了 你有什么为难的事 鸾脯包大伙就说 老掌柜的 你怎么了 有病啊 头疼 你才头疼 珍珍小姐 刚才我说了 我日思夜想的 就是珍珍小姐 珍珍小姐 你答应也得答应 你不答应也得答应 胡同 给珍珍跪下 满屋的人全傻眼了 政府想头脑简单 政府想一看 坏了 坏了 老掌柜的真没出息 你多大岁 你听你说这话多肉麻呀 你想干什么 你想求婚呢 你姚泽胜 姚山人能答应吗 你珍珍小姐能同意吗 你那脸皮有多厚 帮了这么多人 你就跪去求婚呢 他心里那么想 他没说 有的人脑袋一歪一想 不能 不是那么回事 最聪明的是 鸾铺包 鸾铺包明白 老掌柜的 快起来 官之不雅 你起来起来 我替你说 你别哭了 我就哭出 谁知道 我知道 老掌柜的 是不是冯玉祥 要处置你 因为南口劳云的事情 有人把你给告了 你怕担责任 你要求见珍珍小姐 想叫珍珍 在她父亲面前 多加美言 求姚善人出头 给平息此事 你知道 你知道 姚泽胜 姚的先生 跟冯玉祥将军 关系不错 是不是为这个 罢了 知我者 铺包也 学堂啊 你怎么说的 那么对 珍珍珍小姐 我确实为此事 你听听 你给评评这个礼 我们费了九牛二胡的劲 到南口去捞军 累得我几天晚上都没喝眼 什么钱都没挣着 结果到头来还挨了告 我成了被告 这冯玉祥也不问真伪 就做出决定 要狠狠的处置我 最近我听说了 一个是蹲监坐狱 一个是枪毙砍头 一个是罚我十万大洋的 这哪一条磕在我身上我也受不了 珍珍小姐 恳请你跟你父亲 给我说几句好话 由他出面平息此事 我求求你 珍珍咬牙 其实话 你呀 别装好人了 你才不去呢 我早就听说了 南口捞军的事情 你挣了多少钱 你挣了有五分之二 人家那鹏工们 费了多大的劲 叫搭鹏的工人 你白使唤人 三千献羊 一块都没给人家 也入了你的腰包 你这个人是实心猜黑 求我爹跟你说好话 我爹能干这种事吗 但是这话不能往外说呀 当着面呢 真真深感为难 好吧 老掌柜的话说到这了 不管你说的真还是假 见着我爹 我一定把这话给你烧到 多谢多谢 我车在外面呢 我走了 各位改日再见 要不就真真还待一会儿 心里发烦 管身要走 还没等出一号牙签 就停在外面 那边 哦哦哦哦哦哦 别走 都不许走 都不许走 不许走 轮型 一探头 十几个大兵 杀气腾腾 凶神附体 拎着枪 张着大小鸡头 闯进新峰楼 直奔一号 雅尖就来 为首的这家伙 人高马大 高得下没有 一米八五也差不多 脑子有这么大 大饼子脸 秃头顶 连领胡子 那脸还有一道横的伤发 不知道跟谁打仗 留下的记号 丑的就更凶了 换的一身变装 别的一只枪 拎着一只枪 别的穿上马靴 就跟战山的山贼相似 乱不包一看 认识 没短的到这吃饭 乌佩福手下的副官姓牛 牛常商 牛副官 后边那些人有的 好像看见过 有的 记不得 记不得 这干嘛 他知道乌佩福打了败狼 肯定这都是散兵游泳 他们干嘛 飞墙计多呀 奸掠烧杀 无恶不作呀 老百姓怕的就是这玩意儿 怎么闯个新风楼来 可正害怕到脸前 牛常商 拎着枪一看 等等等等等 听我 听出来 都给我拔住 没我的话 任何人是禁止 出入 俗话说呀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但其祸福 这话一点都不假 就拿前文书来说 姚珍珍 在家密败 到新风楼来寻开心 大伙又说又笑的 多好啊 谁也没想到 在珍珍刚要回家的 这个当口 吴佩福手下的 副国牛常盛 这小的灵活大兵 闯进新风楼 当然 军装都没了 穿的都是便装 一个个好像是凶神恶杀 手中提着盒子炮 袋子上别着刀 我这妈就这帮凶神 这一闯进来 谁不害怕 就拿咱过日子也一样 一点思想准备没有 我光门一开 进了几个劫匪 进了几个强盗 能不害怕 尤其珍珍还是个大姑娘 蓝铺帮等众人的心刷一方格 就预感到形势不妙 这牛常盛这小子 一脸的横肉 脸上一道横八 个儿也大 鸵也大 跟眉毛那大狗熊差不多 进了把门捕了 定了吗 封锁各地 任何人不经我允许是严禁出路 否则 格杀勿论 明白 明白 都站在地上 全傻了 那个掌柜的汪恩浦 更是胆小怕事 你看这个情景 腿肚的转经 脸上的胖肉 奔奔是奔 玩这个劲 别人谁也不如鸾铺包 你看 这个人呢 就是聪明 可到了现在怕也没用了 事情头摆在这呢 说我多说我怕 不解决问题 而且鸾铺包 一心一意 要保护真正 真正就在身边 这个牛长盛的小子 是住了名的花宫魔鬼 色宫的魔王啊 见着漂亮女人 迈不动步 平日以作为作福 是胡作非为 今天的这眼光一闪 你 落到大美人真正的身上 哎呀 这眼前就一亮 我这大姑娘 倍儿漂亮 哎呀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眼镜里头 就露出贪欲的光 跟那狼差不多 鸾铺包是干什么 一看就明白了 没安好心 尽管怕 尽管没主意 但是 他也打定主意了 我得保护真正 豁出我的命 我不要了 就是一愣着之间 能有多长时间 也就是二十秒 三十秒呢 鸾铺包就是清醒过来 不孝强孝 往前紧走两目 哎呀 少见少见 我当是谁呢 闹了半天 是牛副官 牛副官 你好啊 弟兄啊 大家辛苦了 屋里坐 来来 都不是外人啊 来来 你屋里坐 我掌柜呢 你瞅你 你多说什么呢 是不是又犯病了 牛副官 我们掌柜的老了 多病啊 他得药子 哎 你看这个多说性 你你他无堂的 意思之间打马虎眼 把汪恩普指示出去 叫他好报信 汪恩普站在那块 都动不了地了 鸾铺包 难以为用这一套 能蒙事 哪知道 这牛副官还不买仗 牛眼一瞪 站着 哎呀 鸾老弟啊 不错 咱是老熟人了 可有一样 今儿知道我们干什么来吗 实不相瞒 吴大帅打了败仗子 我们这些哥们是散兵骄勇啊 叫人咋花了呢 现在大庙不收 小庙不留 囊中如洗呀 没钱了 上这 养不了 说不起 凑点 盘穿路费 新风楼 挣老的银子了 哎 就说成全我们哥们几个 大概也不费劲 顶多也就是九牛一毛 对不对 就为这来的 咱有什么说什么吧 别打马虎眼 想溜出去报信 哎 你们可估摸着 哪一个耍心眼 老子的枪可不认人 不让冻病 谁也冻不了 乱泡泡一瓶 是是是 我 牛副官 您这就说外道的话 不就是少盘穿 不就是要路费零花钱吗 可以 钱是国宝流通啊 谁挣的腰里都得花 哪有存在那儿不动啊 我老掌柜的也好 挣了两钱进交朋友 多个朋友 多条路 多个冤家 多堵墙嘛 这小事一段 掌柜的听起来 你得给准备 明白 明白 好嘞 来 坐坐 来您坐下 吃着 喝着 我们筹措这钱去 没多还有少呢 来来 我坐坐 连腿带拉 这小子夸儿也大 你推他拉他 还拉不动他 他一转身 倒真真进圈了 嘿嘿嘿嘿嘿嘿 嗯 这谁啊 嗯 真漂亮啊 我活的岁数小 是怎么的 还没见过这么水亮的女人 宝贝 艾勒 这叫伸手 真真是个女孩啊 十六七岁 哪见过这个 那真真腿肚子也转筋了 吓得一劲儿哆嗦 小脸 刷白 男人 罗普 我赶紧过来给拦住了 拿身子一横 哎 牛父官 您不认的是谁啊 您是贵人多忘事啊 他父亲 姓姚 叫姚泽胜 姚老板 那是北京城 拔的 言号得 头一把 您不认识吗 这是他 那些千经 叫真真 鸾脯包什么意思 想抬出姚泽胜 压一压 这牛富官 这不是一般的人 贪家有势力 哪知道这小子吃生米的 不买的 听完这话之后 把牛也一瞪 扯得他什么蛋 怎么的 姚泽胜算个结 天是王大 我是王二 我现在身手武之令 全手就要命 也慢说他闺女 他千金 就是皇姑 就是公主 老子今儿也得玩他 你说怎么办 玩混蛋 秀才遇见兵 尤里讲不通 旧社会就这话 当然这兵 不是说现在 咱们的军人 咱们的军人 多讲道理 那有纪律 有组织的 七无好无犯 对老百姓来说 那是七无一家 七无社会 那兵是什么 兵就是肥 肥就是兵 兵肥一家 所以才留下 这么两句话 乱扑包一听杀眼 这小子是软硬无痴 但是他身子还在这躺着 牛扶管 这么满心 您喜欢吗 当然 老子就是产女人 特别这大牛 好嘞 好说包子我身上 今儿个包您满意 不管怎么说 我看哥们都累坏了 满脸尘土 坐下吃着喝着 好吧 您喜欢 行啊 今天他想走 他也走不了 他走了 您宠我算账 好吗 后边有的是闲逼房 有闲房房 现在就让真真 舒服打扮一番 陪您喝几重 吃饱了喝足了 让您尽情的欢乐 还不行吗 后边的屋子 也得收拾收拾 怎么办 收拾收拾 哎呀 丁小旺 愣什么呢 赶紧 给牛长官准备吃喝 快点快点 你不管怎么说 屋里也人多 你一句 我一句 算把这牛副官 哄的坐下 别把枪啊桌子上一拍 别玩轮子啊 我可告诉你们 我可告诉你们 水贼过河 甭屎狗牌 在我这可不灵 大家准备起来 真正好不容易 才离开一号尖的牙尖 都不知道卖哪条腿了 说到这儿 咱得介绍介绍 这个牛长盛 牛副官 从天上掉下来的 怎么哭茶一下 跑到新峰楼来的 有原因 前文书 咱介绍过 他是吴佩孚手下的贴身副官 也是贴身保镖 吴佩孚到前线指挥战斗 跟东北的胡帅张作霖 决一辞雄 咱们也讲过 吴佩孚穿着满身的戎装 上将军衔 挂着指挥刀 威风的不得了 上百名中外记者还采访他 他大帅这次 你准备上马 山海关 指挥战斗 那你以为胜负如何呢 马到成功 手到并除 半个月的时间 我打败张作霖 占领奉天城 他吹牛 就这么带着牛副官 到了山海关 你说这事邪门 刚到山海关 张作霖的飞机是轮番的轰炸 站不住脚 没办法 他把指挥部退到秦皇岛 到秦皇岛 没两天 这飞机就围着这司令部转眼 一个普通 一蹶屁股 又一排炸弹 依然站不住脚 古佩福心说 侦探娘的邪门 怎么我走哪飞机跟哪 后来又把司令部 挪到江女庙 你旅游到过江女庙吧 庙不算太大 也不算太小 拿江女庙作为司令部 这回也不例外 他刚驻扎下 他飞机就跟上来 吴佩福心说肯定有特务 有间谍呀 跟踪着我的 不计这飞机怎么跟着我转 你说躲这躲那 一个不注意就得把我炸死 给我插 怎么回事 单说那天 有人向他报信 大帅啊 插清楚了 果然有特务 是张作霖派来的 我们已经在一个老乡的家里 把他生擒活拿了 抓住了 抓住了 什么样的特务 女的 还是个外国女的 我们初次审讯 他招供了 他叫什么 叫吉利娜 是俄罗斯人 详细的情况 大帅您提出什么的 带上来 吴佩福都气坏了 心说好东西 我非审情问明 谁派你来的 怎么来的 通过什么渠道 你同伙还有多少 你们想干什么 张作霖怎么谋划去 这些事都得审问 时间不大 有人把这俄罗斯大妞 叫吉利娜给推出来 拿伤捆着 一推到吴佩福 进前吴佩福一看 就一愣 那里半天 这吉利娜呀 岁数不大 领夺二十岁 你要不知道是个学生 但是人种不一样 他那俄罗斯人 他那俄罗斯人 人高 马大 那就那种啊 就这姑娘 虽然说不到二十岁 长得挺高 非常非常的丰满 闭眼 听发 相当洋气 就像个大学生一样 吴佩福刚要审问 有人向他报告 说前线发生了特殊情况 那军队啊 那心都不安定 现在有撤退的情况发现 您赶紧去看看 一样 坏了 吴佩福一琢磨 军心换三万千 一退 那战牌怎么打呀 必须亲自出马 千家住者 就这么他带着人 临走的时候 也没审问这吉林娜 就把牛长盛叫过来 长盛啊 我把他交给您 严加审讯 一定问清他的来龙去脉 等回来 我好听报告 是 吴佩福急冲冲上了马 领着亲兵卫队走了 牛长盛刚才翻说了 花中魔鬼 色中的魔王啊 他一看大帅走了 他说了算了 朝着这屋里的 这么宽大 好几层院子 他告诉手下人 你们都到外边去 严加防范 没我的话 任何人禁止出路 我要密审 他要密审 谁敢不听都退出去 屋里没人 他把这吉林娜 引到后院去了 到后院 一个恶狐 扑尸 他就扑上去 急不可待 就像饿得红了眼睛似的 就这么的 把吉林娜给煎污了 这吉林娜 认为这非死不可 那特务落在人家手上 还活得了吗 一看这个主 好奇这一手 背不住 我可能还能活命 他说百般奉迎 你喜欢什么 我来什么 投其所好 你玩 我就陪你玩 只要保住命就行 你说这对狗男女 这个折腾今儿有问题了 等折腾完了 吴佩孚没回来 这牛长盛 就应该罢手 罢手就没事了 这小子一看 这江女庙里的 什么吃喝都有 把酒 凉菜 都拿出来 陪这吉林娜 在这吃喝 吃喝完了 俩人又要 胡扯 书接上文 牛长盛 审问 这叫吉林娜 审来审去 审在一块儿去了 做了不才之事 这牛长盛 什么人 咱查历史资料 查不着 他就是 普普通通的 一个土匪出身 这家当过土匪 在陆林之中 也混了几年 乡头的 宠 很有力气 会无数 后来 吴佩孚把他收乡了 觉得是个茶子 一开始 当普通的卫兵 后来一看这家作战亭 勇敢 听虎事 对自己赤胆 忠心 匹拔 成了富贵 这小子 贼性难改 要不说 走惯了哪条道 很难说改过 要不怎么说 山河一改 秉性难移 今儿他犯了病 军纪在那儿摆着 他明智的 吴佩孚 治军甚严 他就敢这么干 他觉得侥幸 大帅不止 我手下的人不敢说 他说这么讲 折腾完了喝酒 吃喝完了 罢手得了呗 不 又来了高兴地儿了 脸儿揭插折 这第二回正折腾 吴佩孚回来了 处理完了 吴佩孚就惦记这个事 想问问这个间谍 究竟的来由怎么回事 所以急冲冲赶回来 你说大帅回来 还用禀报吗 那不用啊 把门的谁敢拦呢 所以吴佩孚 静止的 就往里走 你问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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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他发大去了 哎 怪事 可以往后走 正好给堵上 开门 进入一头 呀 两个人赤身裸体 在一块正抱着 让吴佩孚正好看了个满眼 那吴佩孚不敢说是正人君子也差不多少 哪见过这 他那吴佩孚就撞到脑门子上 做大帅的 也踏着 拉出去 该着这小子不死 刚要想必得这么功風 飞机又来轰炸来了 啊 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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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噌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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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噌 named madame 烟雾弥漫 尘土飞扬 把那当兵的下的都跑了 连吴佩孚下的都跑了 不敢在庙里待着 跑到防空毫里出去 这一来 他俩就没人管了 牛长盛一看 有机可撑了 料绝地跑 这吉林娜也跟着他一口气 跑回偏津 到了偏津 到天津之后 住到租界地里头 觉得这儿保险 哎呀牛长盛一琢磨这怎么办呢 早晚叫吴佩孚啊 还得把我逮回去 他想逮一个人还不容易吗 这怎么办 连租界地都不敢离开 哎没过几天 他一打听 吴佩孚打了戴仗了 让张作霖给歇趴下来 连吴佩孚都跑了 哦 没人管我了 把他心放下来 这才敢在租界出来溜达 哎 没过几天 遇上几个朋友 都是散兵有雨 当初吴佩孚的警卫班 有那么几个 哎呀 牛副官他们在这儿遇上你 哎呀 怎么遇上你呢 回回回到我家里 他们臭味相投是一拍即合呀 牛长盛骂了半天吴佩孚 翻脸不认人 我为他出生不死 就搞个娘们 他就不依不饶的 谁要相逼我 老天有眼 哎 飞机这一炸我跑了 今天我还是我 说弟兄们咱们怎么办呢 这早出路 老说是啊 现在唯一缺少的就是钱呢 没钱什么也玩不赚 最后牛长盛给出去注意 咱怎么办 吴佩孚这老小子这么多年 竟当大官了 除了将军就是大帅 他家里有的是钱 听说吴佩孚跑了 北京那家他也不要了 就咱哥几个知底 不如咱们到北京 上他的家 搜刮一空 你我咱全发财了 哎 这主意是不错 就这几个人怎么行 滑了来滑了去 一共凑齐了十三个人 家政牛长盛在那 吃饭 这就行了 十三个人都有家不少 那一跑都带着枪呢 所以 他们偷偷的离开了天津 前回北京 那吉林娜一看 我呀 我也走我去吧 我还跟他混 我也捡了条命 这俄罗斯大妞也跑了 跟他们是两回事 当然刘长盛也不在乎这了 简短接说他们前回北京 白天找个地儿待着 晚上 到了吴佩孚家里 结果乘性而来是败性而归 什么原因 吴佩孚的家里的除了桌衣 板凳 沙发 背货 褥子 换洗的衣服之外 没有之前的东西 没有之前的东西 连棚都套了 地都抛了 一无所获 那位说吴佩孚把东西转移了 错了 民错了 将来咱还得说这个吴佩孚呢 吴佩孚在军阀当中 够个样 围观清廉 带几十万大兵 站着好几省的地盘 没钱 没有一栋楼是他的 没有一块地是他的 所以说有人说吴佩孚 梁袖清风 但这话说的可能有点过分 总之没钱 他们一看这傻眼了 白来了 那怎么办呢 抢别的地吧 不知底 这玩意儿就逮着还活得了吗 哎 想起新风楼来了 那这吴佩孚没短了上这来 他们都跟着来过 新风楼的老板有钱呢 这老小子发了横财了 贼不走空 咱到那洗他一下子 怎么说十根八根的金条 咱是能到手的 所以白天不敢动 晚上 他们来到新风楼 要说这事儿怎么那么巧呢 往常这个时间呢 新风楼 盛有如云 败的全是车子 吃饭的人有的是 其实个情况特殊 因为张作霖和张学良要上这吃饭 汪恩普 乱扑班大伙去商量 这别要来 可别叫他挑出毛病来 上回就因为人多好 学没弄砸锅 所以说不接待任何客人 来的客人全打不走 楼上楼下 前院后院空空如也 门前也没车 也没人 正好 让这牛副官 钻着这么个空子 要不事儿怎么这么巧 闲言少叙 书归正文 这牛长盛 软硬不吃 后来叫乱扑包 哄得勉勉强强坐下 乱扑包 有抽身之计 我告诉出发 马上给您准备吃喝 来这弟兄们 好好伺候这各位弟兄们 好不容易 他拖着身 汗出去 嘀嘀巴大 珍珍也跟着他 一边走 乱扑包一边劝 珍珍 别害怕 害怕也没有用了 有我保护你 有弟兄们保护你 万不一失 我真怕死了 你啊 长得大点 有我们 千万别怕 化妆改变 你多少得洗洗脸 沉住气 我们现在就想办法对付他 你还挨个做思想工作 后来乱扑包 到了厨房这一看 真不错 今儿个哥儿八个 一个也不缺 这哥儿八个 大爷徐永海 二爷真永才 老三随子明 老四常玉山 老五正福祥 老六陈焕章 老七陈金堂 再加上乱扑包 另外 还有几个人 五星张 五星关 王兴斌等人都在 人头还挺齐 服侍章的 所以人一个也不去 他一看人头都齐了 抓紧时间 弟兄们都在这儿呢 老天 别睁眼哪 咱哥儿几个一个也不去 请上 受我一半 胡同 乱扑包跪下 伤泪俱笑 这些人都傻眼了 兄弟 你怎么了 有话说 不 弟兄们 你们是知道的 姚泽胜 姚善人 真正妇女 对我不保 天高 地厚之恩 我就转世 投胎 我还能做人 难报人家 姚家妇女 大恩万一 节草 闲还 我也报不了 人家的恩情 今天情况特殊 真正在这儿 牛长盛没安好心 我宁愿投掉了 命不要了 我也要保护真正 我不求别的 求各位弟兄 帮帮我的忙 在场众人 是无不动容 兄弟 那脑筋 蹦起多高呢 兄弟 你先起来 当初咱哥 把磕头 怎么说的 有府同享 有难同当 你的恩人 就是我们的恩人 真正小姐 也是你的妹子 也是我们的妹子 现在出来这事 你讲话 脑袋掉了 碗大个疤呀 谁还能惜命 我可以叫你放心 兄弟 你叫我干什么 玩命我都干 他这一带头 常欲杀你 就蹦起来 我兄长 你说这话 你见外 不用挨个表态 咋总 我跟他拼了 你说怎么干 今天玩命了 大家纷纷表态 刚这时候 汪恩浦不知道 从哪冒出来的 画个大猪头 也挤进人群一拼 学堂啊 你今天舍命 要保护新丰楼 我非常受感动 我看明白 今天要不把他们手指贬了 新丰楼 咱就保不住了 这是土匪呀 杀人狂啊 老弟呀 你尽管放心 有用我的地方吗 你说话 今天这样伸手 哪位弟兄受伤 哎 说句难听的话 把命搭上 我负责料理后事 我宁愿破产 我也活出去了 今儿个他还来个劲 在场的人 你一言我意语 全表态 温扑包身受感动 谢谢 弟兄们 长话短说吧 听我的安排 我三哥 三哥是隋子明 老八什么事 三哥 你别留的事 马上快去送信 长伯的汽车打盖腾 您从后墙翻出去 转在前面 上汽车 快到大湖门里 去找姚先生 告诉他情况危机 叫做多带人来救真人 越快越好 没问题 交给我了 大哥二哥 徐永海 真永才 大哥二哥 你们俩在前堂多年经验丰富 你们二位想什么办法 也得把这些大兵 给灌醉了 醉了就好收拾了 他们不喝可不行 这事 围托二位了 没问题 没问题 交给我们了 好 还有 我说四哥 四哥是长巨山 老王 说吧 我干点什么 四哥 您的任务是什么呢 一会儿我们大家都忙去了 您和五哥两个人 你们俩留到厨房 五哥 您也有活儿 你身强力壮 还会两下五个钞 准备一把大菜刀 您躲到厨房门后 四哥你呢 等我们走了之后 你估摸着喝了一会儿酒了 你就站到厨房门口 骂大街 骂那牛长盛 什么难听骂什么 要会骂你就骂了 骂出花了才好呢 想方设法把牛长盛激怒 激怒他在这找你算账 你呢转身就走 你进厨房 把他引进厨房 五哥一关门 插上 拿刀压到他脖子上 叫他就范 别杀 记住 千万别杀呀 光吓唬他 把他的武器给搅了 拿绳给他捆上 这就叫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把他逮住 事就好办了 我四哥五哥 你们二个行吗 没问题 你就去交给我们 行 这长玉山骂人都能骂出花来 骂人谁不会骂啊 你放心 我肯定把他激怒 郑福祥一身手 撑 把沙县的大菜刀抄去 这把大刀 存钢制造 有口诀为证 这口刀真奥妙 老军卢 把他造 刀尖尖 刀霸楼 刀背后 刀热薄 推出去 塞银片 撤回了 放光好 有人遇见这把刀是石油 八九 命难 潮 刀弄上 把 有豆土 那背后 肉薄 还要喊脑袋 一个来一个来的 交给我们了 老爸 你说 王恩普说 等会 等 我还有 我还有话 哎 我也进不上别的力 打仗 我也没力气 你们等等 不知道从哪 他找出个小箱子 把箱子打开 大伙一看什么 八豆 我呀 存了点八豆 你们拿着 到厨房 做饭菜的时候 瞎着点 这玩意儿 吃下去 就是跑肚拉西 到时候 他们肚子一坏 是不是 咱也好收拾 行行 能用上 能用上 这大伙分头准备 鸾脱包心说 上天 睁眼神佛保佑 叫一炸 成功 书接上回 鸾脱包分兵派将 要对付 牛长盛一伙 其实他会分兵派将 不会 这就是事情头逼的 您别忘了这句话 人怕逼 马怕急 到了时候 不行也得行 这就叫挺身 这就叫挺身走险 成了 什么都好 失败了 大概都活不了 首先把命给活出去 这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全安排完了 大家分头行动 还有珍珍 珍珍 珍珍还是害怕 小脸煞白 学堂哥 我 我怕 别怕 稳住气 没出息 怕什么 有我们大伙了 方才商量 怎么对付他了 哎 你把心放弃 一点儿你也不必害怕 珍珍呢 你还有事儿呢 那牛长盛 那牛眼 已经把你相中了 非叫你陪他喝几壶 不去 看来是不行 你呢 硬着头皮也得去 现在有把壶 看这银壶们 这壶的名字叫鸳鸯壶 过去讲故事 叫转心壶 怎么回事儿呢 你看这壶盖 这有割的 哎 你拿着这大 倒酒 这都是酒 你给牛长盛 敬酒的时候 什么也别碰 就给他敬酒 可你要喝的时候 用大拇指 一摁这壶盖 这鸽子一摁下去 别让他看出来啊 你他一转个 就变成水了 你喝的都是水 你就尝口喝 醉不了 明白吗 我再教你一遍 我试试 这玩意真有意思 谁打造的 哎呀 你还有闲心问这个吗 你管谁打造的 记住 千万心里莫慌 啊 用我们保驾 走走 别大问 一切就绪 鸾脱包心就沉进 今儿个就是今儿个 豁出去了 你说这个人就是这样 哎呀 我怕这个 我怕那个 归根结底 怕什么 怕死 这是真格的 要把死豁出去了 没有怕的事 你想是这么个理不 此时此刻的 紧张 经说百年的话 这这 这牛副官还不依不饶的 骂的来的 怎么还不来呀 耍什么花火 哎 把人要给我放了 我火烧新风楼 杀你们一个不上 刚说完 鸾脱包从外面进来 真正 来来来 您等急了 我得安排饭菜 今儿个无论如何 让大家吃好喝好 牛副官 您跟弟兄们不能一样吗 您是长官呢 怎么能坐在这 您是不是请的跪房 跪房单独给您准备了一桌 另外 还有点 这个 这是 钱呢 哦 嗯 他喝就喝 行 弟兄们 你们在这屋别动啊 我去拿银子去 拎着枪 大大咧咧出来了 看了看真正 小美人 走走走 嘿嘿 我的小乖子 鸾脱包紧在这护着 就这样 到了柜房了 就把他一个人 拎到柜房 他刚坐下 汪恩浦 像掏心一样 从柜里到 早就拿出四根金条来 其实这金条拿出手去 还能回来不 我攒多少日子攒的 一看刘副官进来了 先让他坐下 牛长官 没多有少 柜上最近呢 没挣多少钱 兵荒马乱的 是不是 这就是我存的积蓄 你笑纳 牛腹官 扁量扁量 能有二斤 心说行 比吴佩 伏地家里强老了 那空去白回 这老得实在呢 快逗了 那弟兄们呢 我现在还臭呢 还臭呢 不能让弟兄白来啊 还得给您凑点呢 越多越好啊 行 往桌面上 你看好家伙 山珍海卫 哪来的 给张作霖 张学良准备的 这父子没来 便宜他们了 鸾婆包说得清楚 直当喂狗了 别舍不得 都给他们端上来 尽量叫他们满意 这牛腹官连日来 睡不好觉 吃的也不好 喝的也不行 今儿一瞅 这一桌丰盛酒烟 胃口大开 好 新房楼坐的就是爸 珍珍呢 毕竟还小 珍珍到现在 也不那么害怕 鸾婆包叫给他们 所以拿起鸳鸯壶来 还给这牛副官 满了一杯酒 牛大人 您喝酒 乖乖 嘿嘿嘿嘿 哎呀 真不错 来来来 挨着我坐一坐 他那眼睛 死死的冰着 真真的胸脯 这小鸭子 真真是小 不是当了这么多人 他早就上手了 人多碍眼 鸾婆包紧张了 珍珍给他满上 事业事业 给自己也满了一杯 那是水呀 嗯 牛大人 来 我陪您喝一杯 啊好好好 来来来 干 左一杯右一杯 这就说过年的话 也就是五杯酒刚入度 长玉山 按照鸾婆包交代 站到厨房门口 一看差不多了 哎 姓牛的牛长生 你个龟孙了 王八蛋子儿 撑的 你小子算什么人物 在前线你打了败仗了 你跑到老百姓面前 杀气来了 你村属是个狗熊 我是你奶奶 你王八蛋 今天爷爷我跟你玩不了 有种的 你敢来 今天咱俩人决一刺熊 这话咱别说 太难听 祖宗奶奶七姑八的衣 都带赞字的 一开始这牛长生没听见 光顾适合的 屋里人乱马人话的 后来他听见 嗯 这怎么回事 鸾婆包还假装打岔 疯子 疯子 您甭理他 咱该吃吃该喝喝 您看这饭菜多好 别耽误事 来来吃 走 走 刘长生 你个王八蛋子儿疼的 你敢出来 我骂你八八祖祖 哎 这谁 谁这么大胆子 他他妈活捏掉了 老子就不听这个邪啊 我受张作霖的气 还另当别论 我受他的气 不行 我接受不了 临着讲 他办后院去 行 乱扑包一看 大公告称啊 正好按照计划 一步一步实现 他完完一闯 乱扑包紧跟着 他拎枪的这只手 乱扑包抓到他的腕子 架着他的胳膊 哎别 哎别 你 哎 牛长官 他是个疯子 您何必跟他一样 你吃你 甩还甩不下去 直奔后院厨房 真真呢 没说是个孩子吗 挺天真无邪的 还想看看热闹 在后他也跟出来了 大人说 这牛长盛 大步流行到了后院 一看 有个胖子 正差要骂他呢 牛长盛 过一孙子 你过来 哎 哎 你过来 我骂他 你敢把我怎么样 突然就 我那边的 我 我 拽着你 抬不起手了 我 我 尽管这样 牛长盛 还是往前凑合 乱扑包 假装 劝他 是是推的 就到了厨房门前 长盛 看行的 完成任务 我的妈出来了 转身进了厨房 柳长盛 你看 厨房你能躲得了吗 上天入地 我也得把你抠出来 卖部他也进去了 乱扑包也跟进来 大人里边 还没等站稳 就听身后的门 咣当 关上 珍珍也进来了 这五爷正复乡啊 拎着那把煞线的这大刀 往前一吞 真想一刀把他劈了 乱扑包交代了 别砍 吓唬他 只好把那刀站在脖子上 别动 谁不怕这个 神鬼怕恶人 说牛长盛 可也了 可也 也不行 见完给鼻声 他一愣神的功夫 乱扑包一看 有机可乘 一使劲 把他枪给他卸下来 紧跟着用磕膝盖 一扁他的后腰眼 他往后一摘了 乱扑包使了个扫探 扫探 噗 糊涂 牛长盛摔了个仰面照片 哥儿几个望神一闯 别动 拿手 哎呀 哎呀 没错 给雷上 牛长盛多什么 这一雷上 这小子也害怕 乱扑包 你小子想干什么 你小子想找死 一会儿我弟兄们知道了 一定来救我 救 他刚要喊救人 这丈夫想一伸手 把麻布拿过来 卷了个团 胡叉塞在他嘴里 我叫你喊 喊 你往里塞 喊不出来 哎呀 乱扑包吓得这心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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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还弄了把枪 不敢打谁 先带着 他憋着 呃 四哥 你给我当前吧 你会两下吧 五哥 五哥是正处想 啊 你还留得上 你拿着刀看着他 寸步别离 咱们处置 一会儿咱再商量 好吗 没问题 跑不了 不捆着都跑不了 何况捆着 交给我了 动 动我就劈了你 你要他敢动 他在这只耍刀 要么吓人不吓人 然后乱扑包告诉 真真 真正的 一会儿就得乱套 你哪儿都别去 你就在这屋里头 好吗 帮着看着他 我明白 你去你的吧 和小县 没说真真天真 他气坏了 心说牛长盛 你看你刚才那个得意的劲 你想的你有没有 有没有现在 人无远虑 必有尽有 小的你得意忘形了 你还想在我身上找便宜 你想什么来的 他也是恨 他过来了 姓牛大 你想的你有现在了 你再恨 我叫你恨 真真真 背起一脚 踢他的脸 真真穿的是皮鞋 心皮鞋 往这下踢鼻子上 你想那能清得了 牛长盛 一捂了脑袋 哼哼 那血就淌出来了 呀 这么不经体液 长得太糟了 我心想你是铜银钢 铁罗汉 你也出血 乱扑包呀 低声 这屋看着 咱不说 乱扑包 马上带着人 又转回前堂 还得对付那十二个大兵 这十二个大兵 乐子大了 哪见过这么好的吃喝 今儿可解了馋了 也真没出血 有的觉得这筷子这边 夹的太少 上手得了 这就是这 狼吞虎咽 吃喝 外边发生的事 一无所知 五星官 五星财 众人都在这 刺茫着 王兴斌也在这 五星张也在这 众人都劝求 喝喝喝喝喝 突然有一个班长 喝着喝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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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肚子咋这么疼 哎呀 不行 茅房在哪呢 大回一看行 汪恩斌的八斗 发挥作用 要拉动 这家出去 上茅房去了 刚走到茅房门口 乱扑包一试颜色 上了四 过来把嘴 脖子给他擂住 擂住脖子 多往一脚踩倒在地 鸣胳膊给捆上 人多好干活 这帮当兵的 没有反抗之力了 本来肚子就疼 书说简短 一个一个 全给抓住 全捆上 拎在这屋里的 哎呀 众人 长出了一口气 后边怎么样 行 都抓住 十三个 一个没跑 怎么处 怎么处 就说呀 这这这 万哪消化 这么说着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汪恩斧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也弄了把盒子枪 头一回他胸上了 填着草包肚子 都都解决了 都解决了 张贵大 你看这事怎么办 学堂啊 别忘了这句话 一不做 二不休 搬不到葫芦 撒不了油啊 今儿个就是今儿个 你不害他 他要害咱们呢 为了确保新风楼 确保大家的安全 我也豁出去 都给抢死的 什么 是好几个大活人 都整死 啊 他留着 心思面软 留货 放啊 放完了 回来他咬你 嗯 他得报复 必须杀人灭口 捡草出根 今天我也亲自动手 我帮他俩 他还来劲儿 乱扑包一个 嗯 对 老掌柜他 人命关天 咱是什么衙门 咱有什么权利 真把这十三个人给杀了 就会引来杀身 大祸 俗话说 人怕笔 马怕急 这话颇有道理 乱扑包和弟兄们 就是逼的 谁都是善良的百姓 谁干过这事 杀鸡了没办法 就得动真格的 就得豁出去 结果一战成功 把这牛长盛 十三个人全逮住 这坎过去了 第二坎来了 那这大活人 怎么消化 怎么处置 他说那还不好办 交官呗 不有政府吗 这您说错了 那跟人民政府 可不一样 那些官 那些当差的 刁蛮得很 那就该敲竹杠了 能把你敲死 你们有什么权利啊 你们抓人啊 你们为什么呢 这个那个 那个这个的 后患无穷 不敢交官 也不敢报官 就得自行解决 咱说了 这汪恩浦 来了横劲 他主张 把这十三人 全杀了 枪不行 拿刀子 什么男的 趁着黑晶半夜 把他们收拾完了 麻袋里头一装 拿车运走 运到南城 那臭河样 臭河沟 怎么办 这一衬 兵荒马乱的 谁查谁找啊 那不就完了吗 乱扑包 一个劲白手 老东西 这可不是说着玩的 人命关天 是 现在是没有人说 藏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一旦传扬出去 你吃不了 就得兜着走 我们都成了杀人的凶手 你知道谁跟你说出去 试不得试不得 那 那你说咋整 我也不知道咋整去 放也放不得 杀也杀不得 你说那这怎么办 哎呀 时间不等人了 你们说咋办 正这么个时候 姚珍珍从厨房跑来 鞋都跑掉 进屋声音都差了都 快点吧 出事了 蛤 鸾鸿坡包下的都没卖了 跟着 怎么回事 任方 长 Febru 我 把刘常胜给杀了 啊 我不是告诉那别杀光看着 哎呀 你快看着去不 我也说不清楚 怕出事出事 计划没有变化快 众人赶到厨房 你看好家满地都是血 再看那牛长生 好 七十二块的脖子这 脑袋咕了到那墙鸡眼那去 眼珠子瞪的怪吓人的 身子在这地圈血 有腥骚味直刺鼻孔 乱扑包众人尽一瞅 吴哥 怎么回事 这郑福祥啊 脸也变了 大刀早扔了 老包 事出变化 他是这么回事 我也不愿意杀他 他说你们刚走时间不大 他拉一裤子 你闻闻这味 他肚子坏了 你说这玩意怎么整啊 他要求啊 那意思 他要擦一擦 我一看 那干脆叫他自个擦吧 谁给他擦呀 我就要真真躲到旁边 把眼闭上 或者把头扭去 别看 我就一大意 我把绳给截开了 我以为像他擦裤子呢 哪知道这小子一蹦就跳起来 伸手把大刀他抢过去 拿刀就砍我 我能叫他砍吗 我们俩就五十到一块了 他结果劲儿还没我大 也可能闹肚子的关系 三下五出二 我把刀又夺回来了 我不杀他 他杀我呀 就等我一闭眼 碰一刀 我脑袋给他捕了下来 这就是经过 我不愿意杀人 谁愿意当杀人犯呢 他哭开了 没干过这 五哥 既然把他杀了 是罪有应得呀 杀杀了 王恩普进一看 啊 好 哎 我去他嘛 刚才我出主意 你反对 现在你看见没 一个也是杀 俩也是杀 杀多少也是杀人犯了 干脆还是听我的 把那十二个都杀了就得了 装麻袋里 往臭沟里一扔不就完了吗 徐永海一听 不行不行 我老董家 牛长胜死有预估 这小子早就该死 可那十二个大兵还不至于吧 就说要俩钱就至于死了吗 那么做是不是太残忍太缺德了 那你说怎么办 我说 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好 总之呢 老八说的对 最好别再杀人 大八的来的 你也装好人 你也装好人 你们都装好人 将来把他们放了 回来找你们找不着 就得找我 汪安婆 就得找新风楼 到时候我买卖还干不干呢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这是 大伙一听课也是 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 就听新风楼外头 我妈谁来了 听着圣经来的不在少处 能有几十号 大家惊鸿被帝 结果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是谁 姚泽胜 姚善忍 领着人来帮忙来了 隋子明也跟着 他报信去 坐着汽车到大洪门里 见着姚善忍 把经过一说 姚善忍马上给佟德浩打个电话 佟德浩派出五十多个火去 就这么赶到新风楼 到这就是这么个情况 姚泽胜这一露面 真真都哭声 爹 你才来都把我吓死了 别说了别说了 就是因为你呀 你呀你呀 你今儿个不出来 能出这事吗 行行行别说别说 我去堂怎么回事 大大伙你来的正好 这么这么这么怎么回事 您看看 死了 死死了 人死不能复生啊 罪有应得 该死 还有十二个人 我没法处置 您说怎么办 王安福也说 不是您说 姚老板 能放吗 纵虎归山必要伤人 我说杀吧 众人还都不同意 您来了 您说了算 您是有远见着实的人 您给拿个注意 王掌柜 学堂说的有道理 人命关天 这小子死最有赢得 一条人命好办事 那些人也太多了 就说为要点盘窜 为了吃点东西 弄点零花钱 就都给杀了 太残忍了 我看 应当把他们放了 放了 那他们要回来报复 不会 这事报到我身上 别整 一会儿天亮 要是这人 得有竹心骨 姚善人 打定主意 领着人到前面 一看这十二个 他们捆了 都解开 解开 都放 解开 都把伤给解开 这帮小子 也知道情况不妙了 起来之后 那脸都绿了 腰都直不起来了 长玉山还来劲 你们干啥呢 刚才那金身头哪去了 吹胡子瞪眼 都黏了 听我的口令 李正 撒 李正 小右看 切 他跑这喊这口令来 乱脱包也不敢乐心 什么时候 一手看他脸也不乐 挺严肃 这战切 由我们长官训话 哪来的长官 不胡说八道吗 姚山人也不敢乐 站到他们前头 弟兄们 你们的情况 我都清楚 我先介绍介绍 我姓姚啊 我叫姚则胜 同德号的老板 这件事情 我知道的一清二楚 你们是吴大帅 吴佩福手下的军兵 打了败仗 大庙不收 小庙不留 我身表同情啊 今儿你们到了新峰楼 为的是凑点路费 这也是人之常情 不让你们白来 好吗 每人 发大洋十块 王长官 你先给垫上 这钱我出 我出啊 明儿就来了 一总算账 还有 今天参加的伙计们 大家都受了惊吓了 有一个算一个 每人赏大洋十块 这账 也我来出 我说弟兄们 人心可都是肉掌 谁家都有老少 千万别做缺德的事情 好吗 今天我做主 把你们放了 给你们路费 回家做个安善良民 比方说 其中有人不服 说我出不来这口气 我要报复 好 我姚泽胜 等着你们 找我来报复 跟新峰楼 毫无瓜葛 这都是我做的 轮铺弯的 他们也 人物 你看人家办事多咔嚓 不像王人 拖泥带水的 这没我的事 我那天是那么说的吗 是我记得没那么 就玩这劲了 要不上了什么人 什么没见过 我相信大家不能报复 哎呀 你就是报复我也不怕 钱拿来了 没人十块 另外你看你们的衣服 裤子都不像样 叫人看见 把衣服都换一换 动员火去 把那穿不了的衣服拿出来 改日我再给你们买 他们洗干净了 他们洗干净了 都把衣服换上 没人领了钱了 千恩万谢 姚善人 我们不忘大恩 这都牛长盛出的主意 不计我们能干这种事 牛长盛也死了 我告诉你 他是罪有应得 十恶不赦 别跟他走 走你们 别放了 这帮人是非常非常高兴 王恩普一看 这么多枪没拿走 这枪还行还挺新的 我这玩意卖不卖不还值俩钱 他竟然算他得便宜大 什么时候也忘不了发财 姚德胜是这么办法 你现在再出俩钱 埋口棺材 把牛长盛装炼起来 人死不接受 再叫几个伙计拿车拉到郊外 找地儿把他埋了得了 赶紧赶紧办 我现在就派人 叔叔简短 把这牛副官也埋了 回来天还没亮呢 姚德胜一看一切都就绪了 行了 直当没发生过这些事 这枪交给我处理 交到二分局 短不了得花钱呗 得费口舌呗 包到我身上 我去处理这些后事 跟汪掌柜的没关系 我大善人 他叫人感动 我怎么谢你 咱们得交情 他不到谢主 真的 跟我回家 带着郑跟人家走了 这场风格 才算过去 等过去之后 三天了 汪恩浦 这才缓啥 才缓回原形 想想这件事后怕 我的名 多悬呢 新风楼好 全保不住 全亏姚善人 对了 我还有点事得求他 他就置办了一桌最上等的燕窝席 猴头燕窝 杀鱼是应有尽有 请姚善人过去吃饭 表示大谢 姚善人不过来 他亲自去请 姚泽胜没办法了 硬着头皮来 不爱理他 没人味 知道他那些埋队的事 但是为了看完大伙 得谢谢大伙 大伙为了就真真 全卖了力了 所以 姚善人就来了 在这雅尖当中 众人团团围坐 品品敬酒 姚善人看了看 玉山啊 来来来 听说你亲手杀的牛长盛 不不吓死了 谁杀过人 坐掉 谁杀过人 谁也没杀过人 是逼他 不管怎么说 你救了我们真真 救了真真了 你是真真的亲哥哥 改天叫真真 还得当面打谢 来 我敬你一辈 好好 我谢谢你 我谢谢你 人家大伙说着呢 王安普的小子也凑过来了 姚长各位 姚老板 咱多年得叫下来 我就不说那个谢字 重恩不言谢 我新房楼之所以能保得住 我财产没受损失 跟你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 我得敬您一杯 姚多神一看 喝了吧 喝 他把第二杯又满上来 你再喝 您喝完了 我还有话说 姚泽胜心说 这小子 净鬼脸 哎 还有话说 说什么 这酒他没动 说吧 说完了 我再喝 我有求于您 求啊 什么事 饭是我能办到的 我要办不到的事情 请老掌柜 先慢别勉强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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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您得喝了 您喝了我才能说 乱扑包一看 汪恩普实在下不来台了 赶紧给打圆场 哎 这样 今天我看 姚老板喝的够多的了 这杯 我替姚老板喝了 好吧 姚泽胜心里清清楚楚 知道他打圆场 所以也没说别的 这汪恩普才说话 姚老板 你说我开这么个小小的饭馆 养家全小 我图个啥呀 你说这日子咋过法 你还不知道呢 南口劳军的事你记得吗 他是不是早过去了 是啊 事还没完呢 也不怎么得有人告我的状 说我可扣捧钱 哪哪 你让学堂大伙说说 该给的钱我都给了 这不是恶人先告状吗 他们忌疲联名跑到南口镇 见着冯玉祥将军了 告我的状 说我赚他们的密信钱了 冯玉祥将军非要处置我不可呀 我要老板 无论如何你得救我 不死 开书 继继继续说这部 卵扑包和风则园 那位说了 听了这么些天 怎么没听着什么风则园呢 光听新风楼了 你别着急 饭呢得一口一口的吃 走路得一步一步的走 这就快了 没到市井头 没走的那步 这风则园还没诞生 前言少叙 书归正文 新风楼的老掌柜的汪恩普 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宴 款待姚泽盛姚善人 这汪恩普啊 无力不起早 你想吃他 他就有求于你 没事 他不干这事 酒过两旬 他嬉皮艳脸提出要求 求这个姚善人呢 给他帮帮忙 他说冯玉祥 卡他太严了 又要抓他 又要罚他 我实在没有办法 恳请老板您 跟冯将军多加美颜 高个手把我饶了就得了 这是为什么 因为姚泽盛交集的非常广 跟这冯玉祥将军 私交还不错 汪恩普都知道 他要给说两句好话 这事就可能结束 姚泽盛心里好笑 心说汪恩普啊 汪恩普 不会是个奸商 无力不起早 明明明明你贪污了钱了 还叫我替你说好话 怎么可能呢 我能干那种魅心的事 但是这个人是有修养 话到舌尖不能这么说 脸上显得很不自然 汪恩普一看 勾腔 赶紧给敬酒 姚老板 来 您再喝两杯 您看看我说的 无论如何 求您给帮帮忙 王党贵党 我不必帮忙了 凉了 你看这是不管 怎么您的意思是说 大概你还不知道 冯玉祥将军出国了 他现在不管事 你还怕什么 真的 冯玉祥不管事了 前两天还管呢 怎么眨眼之间不管事 算了 这事也用不着我说了 你没有什么危险了 你放心 哎呦 谢天谢地 那么说到这儿 咱得交代清楚 冯玉祥将军怎么下台了 眨眼之间 发生什么重大的变故 有原因 在前文书三说了 冯玉祥联合张作霖 攻打曹昆吴佩服 为什么这么做呢 冯玉祥也有野心 也想一同天下 谁不想掌握最高的权力 那玩多美啊 说话就算数 但冯玉祥很明智 知道自己实力不够 威望也不是那么高 想要达到那个目的 还不是时候 所以没办法 还联合着张作霖 共同对付曹昆吴佩服 后来达到目的了 他在背后捅了吴佩服一刀子 暗中下了个绊子 吴佩服 吴佩服哗啦 到台了 二十万军队几乎全爆销 这可不是说出来的 曹昆也下了台了 就这样 张作霖的打兵 也开到天津 张作霖的人马在天津 冯玉祥的部队在北京 但是虽然目的达到了 冯玉祥知道 这个胡帅张作霖 这人不好斗 那是个金刀子 远着毛都是空的 我把他引到北京来 对我可不利 怎么办呢 他想个主意 他跟张作霖商量 也可以说向张作霖妥妥协 请出段七瑞 让段七瑞执政 说咱俩呀 恐怕都不够的资格 只有段七瑞 元老威望颇高 让他掌握中央政权 咱俩辅佐他 有什么事 他得跟咱俩商议 咱俩不同意 他也不敢干 你看怎么样 张作霖也不傻呀 骂那个八子 嗯 大老冯跟我耍心眼 拉出段七瑞来 哦 平衡咱俩的关系 好嘞 现在我刚到国内 威望也不是那么高的 妈八子 北京人对我还有看法 嗯 也好 先来个过渡 所以张作霖也同意了 把段七瑞给抬出来 经过协商之后 让段七瑞 做了中华民国组织政 也不叫总统 也不叫主席 也不叫大元帅 总织政 跨着寿代 举行的就职典礼 段政府就这么成立了 那么张作霖 冯玉祥在后的假装辅佐他 这个段之政也是标买人心呢 一上台发表旧之演说 慷慨陈词 那兔米星子蹦出多远去 摇头晃屁股 好像他多爱国 好像他这一次要上了台以后 怎么拯救黎民于水火之中 怎么把全国统一老百姓生活 怎么能提高 纯属的放空炮 骂了年约那些军发 光为自己 哪一个为老百姓着想 说为老百姓 无非借着那么牌子 互动人而已 打着那个旗号 好骗取自己的荣誉 当时他还发表演说说 曹昆 最大恶极 花钱 汇权总统 祸国阳民 卓 陆军部 内务部 严加管输 等待时机成熟 进行攻判 其实啊 假的 段奇瑞跟曹昆 私交都不错 说这番话是糊弄大伙 欺骗群众 暗地之中 派人 妥为保护 把曹昆 送到天津 还得保护起来 这曹昆也窝火呀 汇权总统那把椅子 还没坐热乎呢 满打满帅 一年零二十天 窝火憋气 又羞又臭 没几天 啊 完了 你说你何苦来的呢 做独军做的也不错 不得了 人呐不知足 自己 把自己给逼死了 这是他得这么个结果 吴佩服呢 更惨 吴佩服是无论如何 没想到冯玉祥 暗中给自己下班 怪自己错用了人了 感觉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可怕呀 兵败将王 后来退到天津 到了天津 成了关杆司令 吴佩服 有志气 再危险 不住租界 洋人的租界 耻辱 我不去住去 但在天津 待了些日子 觉得不保险 最后经过商议之后 坐上滑甲号的火轮船 奔上海 从上海又逃亡到南京 从南京又逃到武汉 从武汉又到了四川的白碧城 跟着他老伴两个 一路毫不凄凉 原来在世的时候 大麻劲刀 那人围着转一会 这皮鞋的舔屁 或者油电视 溜须拍马 什么好听说声 到了现在 光身边一看 孤单单冷清清 嘿 吴佩服冷笑了两声 难怪古人说 人在世 花在世 一点都不晓 人在世的时候 什么样 花开的鲜艳的时候 什么样 等花落了 也没势力了 人的眼光 当时就变 人都是锦上天花 有几个雪中送炭 哎呀 无比的伤心 在白碧城住了不少年 后来时局缓和了 你看没自己什么事 带着老伴 在1931年回到北平 就是现在的北平 到了北平之后 怎么办呢 面见张学良 当时张学良 正坐镇北平啊 张学良 从辈上来讲 是吴佩服的晚辈 另外张学良将军 是有心的人 回想当初 自己的父亲 勾结冯玉祥 暗中给吴佩服下半子 害了他这些年 抬不起头来 感觉有点内疚 所以盛情款待吴佩服 说老人家 您回来得正好 吃喝不抽 包在晚辈的身上 住处我给您安排好了 就在东黄城根 有个石井花园 让吴佩服夫妻住进去 石井花园 太漂亮了 那说是个别墅 也不过分了 是大四个院三进的院子 非常宽大 十分讲究 方官不地 甲山 良平 应有尽有 高大的门楼 良善红旗大门 丢了铜环 四栈青石头台阶 府门外 左右 一边一个石头狮子 标工非常惊细 许曲无声 俩大狮子 把他们 你从外的一看 延然就是 前卿的王府 里边桌一板凳 所有的东西 应有尽有 张学良将军 给拿钱 吴佩服是十分感激 就这么的 老夫妻 住在十几花园 直到晚年 说到这儿 咱们多少得介绍几句 吴佩服 咱们不说他的传 也不说他的史 因为说到他头上了 咱就多介绍几句 吴佩服不同于其他句话 这个人身上既有特殊性 也有复杂性 怎么这么说呢 吴佩服这个人 也是既恶无仇 心知性耿 吴佩服啊 有时候是正人君子 有时候杀人成性 比方说 对工人运动 工人大工 工人希望提高工资 提高待遇 他深恶痛绝 在他的眼里他认为 这些人都是不乏之徒 没事儿闹事儿 怎么办 派兵镇压 历史上著名的二期残难 就是经他的手制造 您看过一个电影叫风暴吗 演得好啊 石阳大律师 林襄迁工人 大工的领导人 都死在他手 残酷镇压 但是反悔了呢 他又非常痛恨帝国主义 不管是恶国 美国 英国 凡是帝国主义 他都恨 听说你们有你们的国家 我们有我们的国家 为什么侵略我们 为什么跟我们国家 签定不平等条约 这是奇耻大乌 所以他跟洋人 很少打交道 法事 我不上租界地 法事 不跟洋人打交道 哎 在这边点上讲 他有爱国主 你说复杂不复杂 另外呢 他家里头 什么也不陈 他带兵多几年 掌握几十万大军 站着几十万的地盘 没有贪污行为 查过他的战 没有 到晚年了一挺凄凉 是别人攻击他 一点私产都没有 在这一点上 比别人又强力度 不像那些举法 搂起来没个完 但是这吴沛福 到了北平之后 没事干嘛 先溜达 经常跟鸾铺包打交道 爱凭鸾铺包讲教话 两个人居然还成了好朋友 你说这鸾铺包简单 结交的都是高层上层的人物 跟吴沛福关心默契 这个吴沛福后来 闭门不出 汉奸侧动 让他出任什么 北平北社会会长 日本人有个港村民策 都上他家来串过门 恳请他出山 利用他的威望 中国人管中国人 被吴沛福是言辞谢绝 不能干那种事 怎么请他出头 他也不出头 日本人就恨透他了 说这话到了1939年的11月冬天 吴沛福老了老了 算了算66岁 牙疼 牙疼不算病 疼起来就要命 这牙齿什么药也不好 怎么办呢 到一个日本的证所 前去治牙 你别看跟洋人不大交道 是政治上经济上的 说找个日本大夫看看病 这不算什么 一会儿他想错了 这个日本大夫据说叫四天 是个特务 早就盯着吴沛福 吴沛福到了证所 又说牙层往椅子上一躺 这位给捡他捡他 最后一下子钳子 这样没事没事 这牙拔出来就好了 往里 一滴的 吴沛福是惨叫了一声 大口喷血 当时就死了 吴沛福死的惨不惨 消息就传出 国人震惊 国民党 共产党 对他都有评价 就是共产党 对他的评价也不错 区别于其他军方 国民党呢 还有那个蒋介石 出面 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把吴沛福是埋葬到 玉泉山 1939年11月 大军发吴沛福 死到北平日本压车 证所 据说呀 死到日本特务手里 因为日本人恨他 请他多少次 他不出山 不给日本人干活 小日本就下了毒手了 但是这个事是传说 究竟是不是这么回事 咱得拿出事实来 总之这事就算过去了 老人们回忆 史料记载 吴沛福死后挺风光 国民党政府对他相当重视 特追风的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给拨款二十万 两来 各界的人也太多了 参加的 来到玉泉山 这篇咱接过去 说吴沛福也有了结果 到了后文咱还得说的 那是没死之前的事 这个事呢 咱画个句号 翻回头去 还说这冯玉祥 他把段契瑞抬出来 意思呢 让他取个调节平衡 起这么个作用 平衡他跟张作霖之间的关系 咱不止一次说过 张作霖是干嘛 眼睛门都是空 张作霖心说 好 冯玉祥 你想挟制我 没门啊 我能听你的吗 趁早我把你赶一下台 机会来了 冯玉祥将军做了两件事 头一件事 他虽然在北平 但是他给大元帅孙中山先生发了密电 这个密电也不是怎么走漏消息了 邀请孙中山先生 北上 邀请孙中山派兵北伐 打掉这个北洋政府 拥护孙先生一通天下 他也愿意投身革命 拥护三民主义 这事跑了疯了 很多人都知道了 另外冯玉祥 在一天的早晨 领着大兵 和新妇爱将陆中林等人 闯进故宫 到了紫禁城了 把溥仪 及其周围那些人 什么太妃啊 妃子啊 太监呢 年初故宫 就这么两件事 招致各地的军阀 一致反对 认为冯玉祥无法无天 你通过谁了 你这么干 北洋政府的军阀 恨他 清朝的一老一少恨他 张作林心说话 行嘞 冯玉祥啊冯玉祥啊 你小子不是个人呢 你不够意思 你啊 你嘴上说着一套 你下边坐着一套 他跟周围的人说 大伙看见没 妈那个八字的 冯玉祥这一辈子没干别的 静眼逼宫了 曹昆让他逼下台的 溥仪让他给撵走的 林元宏让他逼下台的 他静眼逼宫了 不定哪会儿他一高兴 他得逼我老张 哎 另外大家都知道 吴佩福再管怎么地 是磕头结败的蒙凶啊 那跟亲哥俩差不多少 冯玉祥背后囊抬一刀子 把吴佩福给造趴下来 向这组人翻脸无情 咱可得防着一点 不咱们得先下手 张作霖开始动作 处处夺权 处处排挤 冯玉祥将军没有立足之地 他哪逗得过张作霖呢 最后全力全没了 冯玉祥一赌气 一跺脚 离开了中国 上莫斯科了 投靠了俄罗斯 到那寻找办法去 他这一走 全力全没了 要不咱前门说了 姚善人说 现在冯玉祥将军 无管事 跟王恩普就说这个 就是咱介绍这一大圈 冯玉祥走了 王恩普是长出了一口气 谢天谢地 这冯玉祥走了 压得我头上的大山去掉了 这回我什么也不在乎 咱们反悔都会再说 当时的局势 局势可乱透了 大元帅 民族主义革命家 孙中山写着 那是一声倡导革命 提倡三民主义 五权宪法 孙先生是革命的先驱 他现在正着手 改革救国民党 国民党他一看腐败 不行 得改革 得介绍别人的建议 得输送新鲜的血液 怎么办呢 新三民主义的主张 联俄联共 辅助农工 三大政策 得联俄 对外 国内得联共 共产党是救国的 我们得合作 孙先生非常明白 同时他还在广州 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局 第七次会议 决定派北发兵 这个决定 让张德林指的 张德林心说 这孙大炮 可是个人物 我跟他比还差的多 怎么办呢 我也来个拥护革命 我要能跟孙中山连生手 将来不愁 坐不稳天下 张德林什么人呢 见空就尊 因此 马上通便 拥护三民主义 愿意投身革命 他向孙中山表示 我是三民主义 忠实的信徒 我双手赞成革命 请兵派兵 表现得挺开朗 孙中山什么人呢 也知道张作霖是假的 口唱拥护革命 实则难道女唱 他知道张作霖野心勃勃 但到现在这个情况 也愿意分化瓦解敌人 也愿意把他拉过来 因为张作霖实力雄厚 占据东三省 还有内蒙一大部分 手下兄兵几十万 你不要小看了他 要想统一全国 得把他抹个顺等 所以孙先生 为了表示诚意 立刻派儿子孙科 先到日本 然后又到沈阳 见着张作霖 谈谈嘛 张作霖一听 孙科来了 伤情款待 沈阳城 地负天翻 举行了隆重仪式 款待孙科 在帅府 张作霖为了表示诚意 用家乡的饭菜 款待孙科 小米西饭 老咸菜头 外加贴大饼 孙科长这么大 还没吃过这东北的风味 一尝 还倍儿香 哎好 太好了 两个人在西前 是边吃边谈 达成协议 张作霖表示 哎呀 我太拥护孙先生了 我太拥护革命了 我老张 从今以后也投身革命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 孙科回去之后 向父亲做了禀报 孙先生才决定北上 亲自见张作霖两个人面谈 据说呀 后来孙中山到了天津 到曹家花园拜会张作霖 第二天张作霖就拜会了孙中山 谈得非常好 就这个形式 资料这一下 也传到北京的新峰楼饭馆 哎 别人说着话 另当别的 这件事情正出自 那个帐房先生 刘怀顺 外人送号叫刘怀水 哎 出自他的嘴 说起来挺有意思 单说这天 咱们起了八点多钟 乱扑班大伙正忙活着 帐房先生刘怀顺 从外边进来 一进门先咳嗽两声 大伙擦桌子正干活 回头一看 呦 刘先生怎么变样子 哎呀 一扯这刘怀顺 原来穿那个旧长衫 东 下 秋 也不离声 现在长衫 换掉了 穿上笔品的 最时髦的中山装 当时最时髦的服装是 中山装 三兜 一个小兜 两个大兜 五个纽扣 这有名堂 三民主义 五个扣 五权建法 都有名的 光脚上一看 经常穿那布鞋 没了 换成正量的皮鞋 那头在理发馆 精心就吹了 吹出几个波拉 大背头 还打了点油 赠银刷亮 笔梁子上 还多了一副 金丝腿的眼镜 可能还要留糊 多多少少 有点小糊 腰板背直 手里居然还多了一根 文明杖 文明棍呢 就是手杖 那这不管走路 困难不困难 都拎这么个玩意 表示身份 我有地位 才拎这玩意 一看他也拎上了 从外边一进来 小脸极其严肃 各位好 各位好 他一直进了贵房 大伙子就瞅着他 其实这孙子 这干嘛这是 脱胎换骨了 既然有病是怎么 跟往常不一样 一会儿他把棍放下 他出来 各位 大家都忙着呢 最近的形势嘛 一片大好啊 你们知道不知道 大元帅孙文 孙中山先生 已经到了天津了 首先到曹家花园 拜会了张大帅 张钻 第二天张大帅 又拜会了孙文 孙大帅 地点是张家花园 两位革命同志 谈的是极其融洽呀 看来三民主义 在中国 那非得时髦不可嘛 我们每个人 都得信奉三民主义 大家知道吗 前些时 汪精卫和胡汉民之间 也举行了谈判 两位伟人 谈得相当融洽 嘿嘿 哎 形势是真不错呀 新层楼 也会更上一层楼 革命万岁 革命万万岁 大伙一看 这边真有病的这是 哎呀 狗嘴你吐不出象牙来 就就他这号人 怎么能说出这些词来 这词都新鲜 以往人们都听惯了 他竟说什么呢 竟骂汪恩普 背后跟这些员工说 我姐夫独不忍奏了 你别看我们是亲戚 我也恨了一片老高阳 实心裁黑 不说对你们怎么样 就是对我来说 我刘怀顺什么人 我字叫腾举 我跟岳飞差不多 我满肚子都是学问 我到了新丰楼了 大财小用 让我当了什么帐房先生 光管帐 不兴摸钱 哎 你说把损不损 连亲戚他都防着 可见这人是个小人 另外你们 我不再说这事 他在外面乱搞女人 这些年他搞了多少 你看他虽然说 挣了那么多的钱 没存下太多 拿出一半的 都花到老年们身上 就因为他胡搞 各位 你们知道不是他 他有病了 杨伟 我姐只哭啊 瞪眼手活广 大伙已经骗成 其说什么玩意儿你 家丑不可外扬 就这事儿 你当个大伙 还说吗 不管汪恩浦 多不懂 你这事儿不应该说 大伙都回避 就是这么一块货 徐永海给他下的结论 一点不讲 说这刘怀顺呢 酒骰财气 四个字都占 酒 不管什么酒 有酒他就喝 一喝他就醉 喝醉了就冒冒 胡说八道 就嘴没把门的 说这色字 他更厉害了 他说汪恩浦 他比汪恩浦 有过无不及 他挣了点钱呢 全花在女人身上 你瞅他那德行 一年四季 就那旧长梢 换都换不下去 钱哪钱 再说一件事儿 说这财 痴心财黑 你是没那么多钱 你要有那么多钱 你比汪恩浦 还吝啬 再说这个气 没囊没气 没脸没拼 这个家伙 什么玩意儿 所以大伙拿的 出来没当过人 今儿子发现 变了 口唱革命 就好像他是个革命者 你说这玩意儿 大伙觉得奇怪不 不仅如此 忙活一天到晚上 要关门的时候 才又出来了 各位 大家辛苦了 到我那屋开个会吧 他回去了 开会还 他还有权着急开会 大家都发个心心劲 洗洗手 截掉微却 三三五五到他的屋里 一看他往椅子上一坐 大家坐坐坐坐 今儿子啊 咱们开个会 人呢得学习 不学习就不能进步 现在这形式 我说了 非常好 非常好 对你对我 都是有益的 今天咱们开会啊 我让大家明白一件事 现在你们知道 什么叫革命不 革命这词 怎么解释 大家懂不懂 那这的老百姓 就关心吃和喝 什么革命不革命的 根本听不进去 好像跟大伙都没什么关系 人们谁也没言语 瞅着他 不知道 现在我就给大家讲 什么是革命 你们好好听着啊 所谓这个革命 革命是怎么解释呢 最好 最简洁的解释 就是革命 听明白没 大伙一听废话 什么革命的解释 就是革命的 说的什么玩意儿 也许我没说 比方说 哎呀 我再深着跟你们讲讲 肯定叫你们耳朵 能听着心心玩意儿 这小子啪啪啪 真是出语 惊人 人分三六九等 木分花梨子坛 林子要密了 什么鸟都有 山要生了 什么兽都有 这人呢 是五花八门 有的人 在单位 在社会 受到人的尊重 有的人就 一钱不支 那咱们前面说 这个帐房先生 刘怀顺 就是个赖皮狗 谁都瞧不起 他前脚一走 人就戳他的后脊呢 因为他不值钱 鸾足包经常说 说这刘怀顺 拍拍脑瓜饼 脚后跟刘能 都坏头 他爹怎么给他 起这么个好名 刘怀顺一个 一身都是脆 这人太不值钱了 多大你们注意没注意 你瞅他诈点 康家怠索的博管 蹲肩坐玉的屁股 脑门上还有仓尿简 就这货 人间一大货 从而言之大货 就瞧不起他 哎 你别拿土地老不当神去 变了 穿上中山装 口唱革命 还着急大伙开会 呱呱呱 还有套理论 哎 各位 看报纸了吗 嗯 没看吧 可怜呐 人呐得读书得看报 知识是源泉 没有知识怎么能行呢 嗯 可以难怪 据我所知嘛 你们都没念过书 目不时的鹰啊 那我就来给介绍介绍 大家知道吗 大元帅孙文 改组了国民党 哎 大元帅孙中山先生 曾经拍他的儿子孙科 绕到日本到了沈阳 见着大元帅张作林 大元帅张作林盛情款待 仪式相当隆重 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拥护革命 大帅在大帅府 用小米西州 前菜鸽子 铁大铁子 换代孙科 哎呀 那饭是真香 浓郁的东北风味 两位革命同志 谈得非常投机 之后 大元帅孙文 又取路赶奔天津 败会了张大元帅 张大元帅 也回败了孙大元帅 两位伟人 热烈握手啊 你们不知道 革命 我讲了笨革命 革命同志之间 无话不说 就像我是的革命 无话不说 亲如一家 革命人 跟革命人 跟你们的称呼都不一样 我们之间称同志 你们懂吗 这叫同志 革命同志 乱脱包在门口 这站着 其次都邪了 我这小子变成俩人了 这道词听谁说的 哎 真没听他说过 狗嘴里吐出象牙来了 有的人就说 求白话 不定听谁说的 别听他了 就当狗放贴 便知道 哎 你还真别不信 这个邪 没关两篇 报纸上 通栏标题 登出这一消息 跟刘怀顺说的 一般不二 大伙有的好奇 买张报纸 你看 真邪性了 这小子真投神革命了 哎 要不他怎么知道这么多的事 凡是他讲的 过两天报纸上 一出来 一验证 差不多少 大伙就感到奇怪 乱扑班就那么机灵 也摸不透 怎么回事 听说这小子真参加革命了 什么时候参加 他 他也是革命者 他也是同志 那这事真心情 新方楼一时啊 都谈了这件事情 这还不说 有很多人都有负担 有什么负担 当时的革命党 所谓的革命者 在北方还不公开 身份没有公开 人们的脑子里存在都是什么呢 汪精卫 刺杀慈禧 据说汪精卫是革命党 后来出了个胡云涛 刺杀曹坤 汪一颗炸弹 好像没把他炸死 据说胡云涛也是革命党 还有些革命党呢 搞暗杀 想银行 哎 谋财害命 当然这是误传了 有些坏人 乘机兴风作浪 不怪老百姓啊 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人们的思想当中 这革命党非常可怕 就是鬼鬼祟祟的 来无踪去无痒的 有人甚至说 革命党还聊等了 他要说叫你死你肯定你活不了 你睡着睡着觉脑袋来个眼儿 你走到街上就趴下来 因此人们的思想当中 心里头对革命党人挺害怕 刘怀顺天天讲革命 大家就懵了 最害怕的 老掌柜的汪恩普 这汪恩普 瞎半了眼角 也看不上他这小舅子 要不是老伯说情 早把他拧走了 所以说叫他来这大伙 你当账房先生 只管记账 不准沾钱的边 不行摸钱 那另外有人管着 怕他贪污 平常的汪恩普 对他连正眼都不看见 有时候他点头还有 姐夫 就这德行 就拿着当狗 动不动还骂着个狗血喷头 所以两个人成见极其身 不计刘怀顺暗中 能抖着他姐夫这些事 可最近一个时期 这刘怀顺的表现 大大出乎汪恩普意料之外 汪恩普私下里用耳朵 这一摸着一看 怪哉怪哉 这小子什么时候参加革命 估计他不能这样 怎么他说那些话都验证了 过几天报纸就登出来了 他从哪儿得了的这些消息 哎呀怪事怪事 汪恩普头一个害怕的 他得罪了刘怀顺 信说平常我对他没客气过 我这家是革命党 我正在屋睡觉 光给我扔口炸弹 我不就上天了 或者拿把刀子把我捅了 或者脑袋上给我来个眼儿 那怎么办 哎呀 真的害了他 关棍不吃眼前亏 他也改变态度了 再见的刘怀顺 他哈去腰了 怀顺 你吃饭了 嗯 偏过了 怀顺 最近时期怎么样 嗯 托您的福 还挺好 每天被革命奔走 就是这点事 人呢 要做点大事情 哎 这才叫正路 昨天晚上开会开到三点 这不刚接着通知吗 一会儿两点还得去开会 你有事吗 没有 那你忙着 你忙着 呸 他还开会 他在哪开会去 我这小子 这那么邪门 当天晚上 刘怀顺回来 往贵房一坐 二郎腿一大 哎 姐夫 您过来 我跟您谈点事 回事呢 有话说 有什么事 哎 也没有大事 是不是 咱这个给公事搁在一边 先谈谈点私事 以往你对我的恩恩怨怨吧 过去 大人有大量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 大人办大事 大笔写大字 我能跟你一般见识吗 哎 如果你眼里的还有你内地的话 我说 别把你 内地闲着了 啊 是不是除了管账之外 你得教我管管钱呢 嗯 这个要求不过分 哎 行 行行行 我就怕你累了 怕你忙不过来 你这么大的财气 管账管钱都一个事 现在 我就把这全交给你 哎 恐怕累不坏我 啊 咱们自己人总得用外人强的多吧 现在我就走马上任 忙了公事之余 太少我就把这事给办了 这可好 光安普把财权交出去 从第二天开始 买卖那么红货 这钱是一天比一天少 一天比一天少 甚至那柜房也好 外边抽的里面钱也好 转眼就没 一开始三块五块十块八块 没过几天成百成百就没有 光安普是财无名 还心疼的只蹦心呢 那受得了 开始忍着 行啊 这王八蛋动了手脚 哎呀 你说我把钱要回来 他也不给我呀 另外他在恨我把我整死 怎么办 过两天实在承受不了 钱呢 这蹦心 怎么办呢 把乱扑包给找来了 学长 来学长 你叫我 手边的活交给旁人 咱哥俩喝两钟 现在上班的时间 哎呀 你例外 你例外 等进了屋了 把门关上 刘海顺在不在 说出去开会 哎呀 坐坐坐 哎呀 学他 喝了这杯 乱扑包就值得 用我 肯定是有事 不有求于人 他不这么干 好好 我谢谢张贵的 谢谢 张贵的 外婆活这么忙 您把我找的有事 学堂啊 李廷啊 李廷是他的字 非常亲热 他才这么称呼 李廷啊 你说邪门 你眼见咱新方楼的买卖真正日上 真正的那句话了 更上一层楼啊 你说达官显贵 哎 各方面的人士 有头有脸的 都上咱这吃饭了 而且一家子一家子来 咱买卖真够红红的 怎么这钱却越来越少 张贵的钱也没有 贵台上的现金也没有 都哪去了 无翼而飞啊 你说这是咋回事 卵扑包心说 老小的 跟我耍心脚 你心里名将一样 怎么少的 你那小舅子倒的鬼 你还不那么说 啊 想叫我说 我才不说呢 书不兼亲 我说那干嘛呀 掌柜的真邪门啊 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你说他怎么少的 我和咱把他严点不就得了吗 学堂你最聪明 你说实话究竟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啊 你叫我说什么 学堂 好凶的 干脆咱挑明了吧 我回忆是刘回书 小王八蛋倒的鬼 你说是他 老掌柜 这是你说的 我可不敢这么说 舅爷 究竟干没干 我没看见 桌奸得有霜 抓贼得有脏 是不是这点 我可没看见 刘先生不见得能干这事 拉倒吧 我学堂啊 他是个什么人 你不清楚 你比我还清楚 今儿把你找了没别的事 从现在开始 外边你盯得紧点 只要刘回书一到柜台 一到前台 你看他干什么 手脚干净 里边我把这眼表 我拜托了 鸾脱包好人 热心肠 一看汪恩普说这话 眼睛里他含着泪 他就动了侧眼之心 心说是啊 人心都是肉掌 做个买卖容易了 思观两面 到处都得去应酬 到处都得去拜年 说好话 你说这 挣点辛苦钱 被别人就给 能走了 谁能接受的 老掌柜 我说句话 您别不爱听 你说 我就爱听你说话 没有家贼 也不来外鬼 你现在把钱 把账 全交给一个人管 这是最大的食物 是啊 我肠子都回清了 不过学堂 我跟你说 你知道吗 现在 他是革命党啊 那门吓人啊 万一把我杀了 可如何 是好 新丰楼老掌柜的汪恩浦 请乱扑包喝酒 边喝边谈 谈论的中心 就是他小舅子 刘怀水 刘怀水就是刘怀顺 这汪恩浦吓坏了 说我这个小舅子 人品不等地 我怀疑他贪 手里就不干净 我这么多的钱都没了 不过呢 他现在是革命党 我惹不起他呀 那小子心都是黑的 万一我得罪他 他把我杀了怎么办 他即使不杀我 他找了革命党 一帮人收拾我怎么办 乱扑包不听何可 听完了乐了 哈哈哈哈 掌柜的 恕我直言 刘怀顺肯定不是革命党 真的 哎呀 我倒要听听高见 你怎么知道不是革命党 那您怎么知道他是革命党 这不是 你看他的表现都反常啊 穿着带着举止动作说的 不都是革命党吗 假的 假的 反正说出什么来 我也不相信 肯定他身边 有张作霖手下的人 还不是贴近张作霖的 还得是下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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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那人子 肯定跟他有点什么关系 这是真的 他那些话肯定也是听人家说的 革命党能要他呀 你瞅他那德行 我不怕您不爱听啊 谁是他也不能是 胡人 宝宝蛋 早晚要叫我查实了 瞧我怎么收拾他 但愿老弟你说的是真的 我相信你 你眼睛不 你分些事 肚定很 老弟啊 送开 我拜托你 你给我调查调查 钱我出 好不好 我可以帮忙 打听打听 怎么回事 我不要钱 我钱够花 示范结束 鸾不高 受人之托 必办忠心之事 好人没说 好人 样样 事事 我叫人放心 不像有的人 你要托他办点什么事 怎么怎么怎么事 行 交给完了 没问题 过两天他忘了 你再问他 我那事怎么样 啊 你那事啥事 那事没在家 上苏州开会去 过两天就会 再过些日子 你一问他 又上上海 扯担 你办得了 你就办 你办不了 你别办 这种人日久天长 没有信 鸾不挖不 受人之托 必办忠心之事 留上信 世上无难事 就怕有心人 这话说的一点不小 当然说这一天 鸾脯包啊 回家 非常晚 非常晚 他也不想回家 叫人烧个信 告诉娘 你放心 我现在饭馆的事太忙 今晚上我不回去了 家里人省得店面 他留下 忙活完了事 就大半夜了 他把灯全都止了 看看有没有火灾隐患 四百多茶茶 转转这转转那 把灯全洗 他踏着窗上 翻来覆去 想这刘怀克的事 怎么分析 他怎么不是革命党 心里有事睡不好 他起来 上茅房 在茅房出来 正好路过帐房 你一看 这下茅房 登着 刘怀克的 刘怀克的事 这小子没走 今儿他也住这儿了 这怎么回事 他把窗户上 你看 虽然挡着窗帘呢 两个人影响晃动 他说还有人是谁啊 看不清 他就这么的 灭足前宗 他过来 来个听窗根 要知心腹事 单听背后言 屋里的人 不知道外面有人偷听 声音虽然挺低 但是外边的人 听得很清楚 还是一男一女的声音 男的是刘怀顺 这女的满嘴 东北的口音 这个东北的女人 就听刘怀顺的说呢 发牢骚 你们他妈真不仗义 我连日来替你们白话 替你们所谓的宣传 舌头都磨包了 你们就给那俩破钱 出手太不仗义 要照这样 我不能干 刘怀顺说的 卵土包眼睛就亮 听得没 这里边有套头 她更足以听 女人说话了 啥事你 你咋那小气 给你们嫌爱嫂咋的 我问问你 你就白活那么几句 这点出没心思 白滑滑的银子 就入你的腰包了 那还少吗 拉倒拉倒 我跟你比起来的差多少 你挣多少 你拿大头 我拿小头 你那吃厌菜 我这顶多吃点茅菜 我说你应该能跟上边说一说 多给我点钱 照这样我真不干 拉倒吧你可 我告诉你啊 愿意干你也得干 不愿意干你也得干 反正 现在啊 你上了贼船了 谁 谁说的 我上什么贼船 你还不了解我 刘怀顺 我上得去 我就下得来 我想干就干 不合适 我就不干 我告诉你啊 别把我逼急了 逼急了 我揭发 我上新棚楼抄出去 我把你们的事 抖了抖了 啥 我说刘怀顺啊 抖了抖了 我怕你啊 那就抖了呗 你偷了那么多的钱 我还怕你啊 看咱俩谁丢人 那就抖了抖了 我偷的钱还不是给你了 不是你给我出去注意 弄明白了 大家还有不明白的是 这女人谁啊 她干嘛鬼鬼祟祟在这儿 他们俩连上手了 再听听 行了 今天天也太晚了 我告诉你啊 你回去跟你们头商量商量 反正这俩钱 我是不能干就得了 我说得出就做得出 明天我就摔爬子 算了吧 怀顺啊 干嘛那么掉丝宝 那钱多也是多花 少也是少花呗 凉消美景 天都到什么时候 咱俩得欢乐欢乐 一欢乐你什么事都笑了 是啊 那 那就欢乐欢乐 把灯吹 屋里一团黑 紧跟着 发出一种 吟笑的神经 这对狗单女 在屋折腾开 乱脱玩儿听着挺离开 呼气 转身回自己的屋 啊 全明白了 那了半天 那女的挺神 顾 顾的刘怀顺 刘怀顺拿了人钱了 那钱还不是外边来的 还是偷王恩徒的 好小子 真他妈不是个人 我就知道你不是革命党 这事儿 我得报告老掌柜的 但乱脱班静静的又一想 没必要 没必要 我告诉汪恩徒能怎么的 我说我查清了 他是假牌的 别人收买的了 汪恩徒反过头来得收拾他 自己的亲切 能收拾到哪儿去 等过后人家还是亲切 让刘怀顺的姐姐知道是我检举的 是我告的秘 也恨我一天老高谣 我得罪人我发不上 但是汪恩徒这个人 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到头来我也落不了好 反正我心里清去就得了 不让刘怀顺把我唬了就得 但又一想不行 我得给他敲敲敬钟 第二天一大早 天还不怎么亮 乱扑包就起来了 往他这门口一蹲 他说你得出来吧 我就在这堵着 你说这招损不损 果然挺早挺早的 听屋里有动静 门嘶牙一声开了 走在前边的是流坏水 后边走出个不三不四的女人 用眼睛一看就不是好饼 哎呀那头烫的 全是圈儿圈儿 这还是小事 可能刚化完妆 抹的大红的嘴唇 抹的胭脂 擦的粉 穿着旗袍 披鞋 外边披一件衣服 手里还拎着个包 连下再说 我说怀世 一眼 看着罗普包呢 刘怀润也看你了 我 谁 我 舅眼 我 你怎么在这 所以晚吃夜班呢 那 那你在这干什么 我在这没事啊 在这空气也好啊 我偷偷空气 舅眼 那谁 你管不着 你管是谁呢 我的相好 怎么着 你吃醋 舅眼 你怎么这么说话 不过舅眼 我倒提醒你 暗室里的斗心计 天目如电 这话 你懂不懂 老天爷的眼睛 可不受伤 支里包不住火 戏法 早晚得变漏 我说这话 您懂吗 就这几句话 再看这刘怀润 这脸都青了 说着他们走了 阮伯伯看着 一串搞东西 再叫你胡人 往后我看你咋样 这一招果然有效 能有半个月 这流坏水 不敢冒坏水了 那个女人也不见面 说到这 咱得介绍介绍 究竟怎么回事 果然叫乱扑包财中 这流坏水 根本就不是什么革命党 咱不说那革命党 如何存结 如何都是人才 不是那理事 就说他肯定不是 这小的太自私了 原来有一次 他去逛窑子去 就前学时 逛窑子 人是一个朋友 是个东北人 据那个人说 他姓张 他曾经在帅府当过差 说现在呢 他是革命党人 这个坏水 就爱赶时髦 一听人家是革命党人 就不知道 如何给人打溜虚好了 那个人发现 这个刘怀顺 嘴大奢长 好咸呗 好白我 好张扬 是这么个货 侧面一了解 又是新丰楼的 帐房先生 新丰楼是北京 头一把大贩座 很重视 所以就想利用他 做宣传机器 敢这个人呢 没那么多的时间 就把他在窑子里边 靠热了一个女人 就刚才咱说这女的 把他推到前台了 让他跟刘怀顺两个人 共同做宣传工作 宣传经费 你自己去想办法 我们没这笔经费 这个女人呢 也是东北的 汇几句词 口齿也不善 所以呢 他从他那相好的那块 短了一点词 再转卖给刘怀顺 什么孙中山啦 什么张作霖啦 这些消息都源于上边 什么意思 原来张作霖 雇了一大批人 做宣传员 赞颂张的元帅 现在也偷神革命了 跟孙中山先生 携少了 扩大舆论 收买了不少人 刘怀顺就是那小子 人那女人掌握他 不仅说是他的领导 俩人还胡扯 叫乱扑包发现 就这么回事 当然这些细情 乱扑包不清楚 但是说书的他清楚 就这么个来龙去脉 咱就说 刘怀顺 半个月没敢来 等过了半个月了 觉得不去 也不是那么回事 他又回来 刚一进新丰楼 把他吓坏了 怎么吓坏了 他一瞅这里边 举动与众不同 大伙插摸桌案 收拾得干干净净 连汪恩浦都累得满头大汗 他一看这怎么事 找汪恩浦 解放 有啥举动 去你妈的 你咋才在 这些身体不舒服 我来吧 你不是革命去了 你不革命吗 我姐夫你这话从何说起 让我 不值得头脑 你值得个屁呀你 我问你点事 你既是革命的 孙中山先生到了北京了 你咋没去应接 咋没听你白话 孙中山先生死的医院了 这么大的军动 举国都哀悼 咋没听你白话 你不革命的吗 闲见你是冒牌活 你狗屁不是 哎 姐夫 我是叫人拿钱雇的 我没办法 你妈我不当人 我就得自己装人 先来先来 别白话 姐夫 去干啥 干啥 大元帅张作霖 一会儿来吃饭 别光孙子了 系上围裙 收拾卫生 长得帅又要来了 我的娘 这憋可不好弄 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每屋里都是鲜花 下午四点 就听外头 嘀嘀嘀嘀嘀嘀 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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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了新峰楼前面 车子停住 副官先下来把车门打开 紧跟着有个小个子 从里面钻出来 神采一瞬 红光满面 1922年 妈他个八字的 我打了盖仗 那阵我就说过 有朝一日 我还得回北京 现在如愿以偿 老子回来了 哎呀 还得到新峰楼 吃点山东菜呀 汪恩府 鸾仆包 所有住人都接出来了 大帅 大帅可好 祝大帅 七孩得胜 马到成功 大帅都准备好了 您领边请 鸾老弟 还认识老兄吗 咱哥俩今后的多亲 多敬 道德 道德 三皇五帝 功名 夏侯商周 五霸 鸡雄闹春秋 青鹤 青鹤星王过手 青石几行明镜 北盲 无数荒秋 前人撒踪 后人收 无非 无非是龙征 虎斗 1924年 25年 乃至26年 是个多事之秋啊 那个政治舞台上的人啊 轮流坐庄 跟走马灯一样 现在换来换去 又换成了张作霖 东北的胡帅 这张作霖 现在 率领大兵 进驻北京 他也住进中南海 春风得意啊 是故地重游 这人啊 凭心肠热 想起来新风楼了 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 想解解禅 也想渐渐乱扑包 这一到新风楼 哗 这是圣神一样 谁敢得罪 哪个不打溜虚啊 列队迎接 张作霖 身穿着便装 脑门背亮 鼻子头闪光 咳嗽一声 都是二踢脚事的 天塌 怎么的 心情舒畅 哎 满脸都是笑文 到了新风楼 先找乱扑包 乱扑包是受宠若惊啊 就差磕头了 大帅 欢迎大帅啊 大帅齐海德胜 马到成功 赏脸又到了我的新风楼 我们全体同仁 非常欢迎大帅 大帅 里边请 哈哈哈哈哈哈 妈那个八子 哎 我说 乱扑包 我可真有点想你啊 我说这话你信不信 就指挥战斗的时候 哎 我在那战壕里头待着 我还想到新风楼 想到你乱扑包 我真想把你拉去 给我讲个笑话 让我开开心 嘿 今儿个又见着面了 嗯 事隔几年 新风楼还是新风楼啊 啊 老面孔还是老面孔 见着你我太高兴 来 让我瞅瞅 老弟啊 甭说旁的 我张某人在落难之时 我打了败呢 哎 你 没小瞧我 就在这新风楼 你还白酒给我接风 还举行什么欢迎宴会 给我的印象可太深刻了 我不懂什么叫 偷逃暴礼 也不懂的什么叫 受人点水恩 当需永全报 我他妈就懂的哥们 够意思 哎 够意思 瞧得起我老张 没有落井下石 我就忘不了你啊 哈哈哈哈 哎 张作霖说的话不多 真是从肺腑说出来的 你别看是胡帅 当初头身绿林 但是 张作霖这人很讲义气 心肠挺热 别看他表面粗也 热心肠 乱扑包 是深受感动 说到这儿啊 咱得多少介绍两句 为什么开头 咱说了 二四年 二五年 二六年 是多事之秋 哎呀 乱嘛 人话呀 今儿个他来了 明儿个他来了 乱得不可开交 上文书 咱说了 大元帅 革命先驱 孙中山先生 一九二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 到了北京 和张作霖会谈 还共同发表了 元旦公告 可转过年的 一九二五年 三月十二 上午九点三十分 孙先生 于是长次 震惊国内外啊 一带先驱 闭上了眼睛 全我 为之 嚎啕大哭 孙先生 一生 奔走于革命 哪有他个人的私事 一生的辛劳 一世的奔走 为革命 牺牲奋斗 五十九啊 这人就不在了 据说 孙先生 临危之时 还念念不忘国家 用粤语 普通话 乃至英语 还说呢 救救中国呀 救救中国呀 民族一定要振兴 中国一定要强盛 这才和尚 这才和尚的眼睛 全国出于悲哀之主 这是个大事 那么对张作霖来说 是喜事 张作霖你看 冯玉祥出国了 曹昆倒台了 吴沛福趴了 网了 孙中山也死了 就剩下个蒋介石 他算个几儿啊 哎 该的我老张 一同天下 他是春风得意 马上进兵 北京控制了 华北大部分地区 张作霖能不高兴吗 现在张作霖一手遮贴 没把蒋介石看在眼里头 什么北法军 屁 架不住我一遭 现在我手中握着枪杆子 天是王大 我是王岸 所以张作霖放心大胆的成立了安国军军政府 他自封安国军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总司令 这家他眼里他没人了 谁他也不怕嘛 谁他也不怕了 他成立了军政府之后 跑到东南海去办公 哎 张作霖在德霞的时候 这才来到新丰楼 闲言少叙啊 但说鸾铺包众人 众星彭月一样 把张作霖 接近一号牙尖 知道他要来收拾的干干净净 屋里都是鲜花 张作霖是居中而坐 哎 我记得这屋我来过对不对 是啊 您每一次来都让您到这屋 故地重九感慨万千啊 哎 乱铺包来坐我这坐我这 什么活也不用你干 都有他们张罗这 干嘛好好的老车老车 汪恩普 哪能漏这空 贱流须是非打不可 本来人家没人叫他 他伸着个大胖脸从外边进来 嘿嘿 大帅万寿无疆 嘿嘿嘿 大帅 你挺好吗 你 叫什么来的 汪恩普 对了 您我记不住 你这行我记得住 你活像个胖猪 嘿嘿嘿 他天生都没心没肺 我就爱长肉 祝大帅 革命成功 祝大帅 一帆风顺 祝大帅 您的革命军 七开得胜 他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 马上满了杯酒递过来 我先敬 大帅一杯 哎 满座接近 乱脑包下得也蹦起来 西装坏 拍马屁都没拍好 说什么样有毛病了 怎么张作霖挑礼 蛮脑下得好像没趴去 脸上肉 蹦蹦直蹦 大帅 我哪说错了 张嘴 张嘴 哪句话说错了 谁也没听出来 不知道张作霖无辜 发什么脾气 张作霖就说这才明白 骂八字 张嘴革命 闭嘴革命 谁革命了 革谁的命 前些年大伙 革了 皇帝玄桶的命 革了溥仪的命 让他妈的滚蛋了 紧跟着 我跟冯玉祥 又革了曹昆 吴佩孚的命 说不定早晚谁革我的命 什么孙大炮 江介石 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革命革命 假的 都是骗人 我一听这字眼 我都烦 另外我告诉你们啊 真正革命的 你们知道是谁吗 是共产党 共产党不唱出来 要革我的命吗 他甭想好事 我他娘得先革他的面 所以我说 要反共 要反吃 懂不懂 往后在我面前 别提这个字眼 哦大伙 这才明白 是是是是是是 罗姆 那汉子 鼻子大大 往前知道 他说这套词 叫人听着毛骨悚然起鸡皮疙瘩 谁都害怕 你说不敢听 他说了 就得说好话 是是是 往后一定 我们留神 再也不提这字眼 那就好 来来来来 扫兴 我你跟个胖猪似的 你跑这说什么 滚 离我远点 我滚 我滚 我远点去 我远点去 谁瞅谁别扭 没辙 张作霖就跟这乱婆婆 真不错 拉着他坐这个角 老弟 刚才我说的话 你忘没 我就讲义气 嗯 当年你对我不错 我说过那话 我要敬酒一杯 来 喝着这杯 我敬你的 张作霖敬酒 乱扑包站起来 我谢谢大帅 我谢谢大帅 好 我干了这杯 干 够意思 我这回到了北京了 看着样一半会儿 我离不开了 我挺想你 经常到我那传门去 听没 我有事儿 就到新峰楼来 欢迎 欢迎 张作霖敬酒 张作霖吃的挺美 落得挺开心 他走了 打这之后 隔些日子 忙里抽签 他就来一趟 来了就找乱扑包 讲笑话 乱扑包 一直就陪着他 现在的乱扑包 就成了新峰楼 顶尖的红人 王恩普看着 又高兴又别扭 高兴的是 能把这些人捂住 乱扑包的功劳 乱扑包是摇钱术 别扭的是 他看出来 此人并非等闲之辈 早晚得成气候 他不是个人哪 这是个人精子 迟早有一天 得盖过我家 到了那时 我的新峰楼 保住住 保不住 还在两可之间 因此有时候 为这事儿 他睡不好觉 经常在梦中惊醒 盖马呀 您记住啊 王恩普现在 要颠对这个蓝扑包 现在他没下手 迟早 他要把乱扑包 给收拾收拾 就晓得安定心 这是后话 咱展现不提 单说张作林 回到大帅府 想起件事 把他的幕僚 穷臣都招进来了 我说咱开个碰头会 我张某人进了北京了 我也在聊有点响动 不能压么瞧瞧这么过日子 大帅 您说的响动的意思是 叫什么 招待会 联议会 叫堂会 我想在帅府举行个堂会 把北京司官两面 各地的人物 金融界的 商界的领袖 多请了点 外国人大笔子也请了点 让他们知道知道 张某人好交朋友 对咱们大家都有好处 就叫堂会吧 你们同意吗 大帅英明 大帅圣明 应该的 应该啊 这事定下来了 五天之后 咱就举行 你们再说说 在这个堂会上 咱干点什么 大帅明看 等等 哎 袁世凯 袁在头 也举行了一次 是什么堂会 那是在民国初年吧 那堂会都有什么玩意儿 咱可以借鉴借鉴 有一个知情的幕僚过来 大元帅 这事小的我知道 好像是 那天的堂会 唱京戏来的 哎呀 把京戏的明觉 全都邀请来了 老了 哎 我还记得 头一出戏 开场戏 是梅兰芳的 麻姑献兽 哎呀 梅兰芳的半相 那个好 虽然是个男人 那声那个戏 活脱是个美人 叫响 还有出戏 叫潘桃会 潘桃会的主演 叫杨小楼啊 活猴啊 五张桌子那么高 在上的一个跟头跳起来 生息皆无 功夫棒极了 压轴的戏好像叫龙凤成祥 都是民主角 都是民主角 那我都记不起来了 什么公兵谱啊 这这这 算了 我就不爱看京戏 拉起一个枪呢 没完没了 他妈的上了一趟 茅房回来 那枪 还没甩完 叫人发急 不不的 这样吧 精细 不要 免了 我这 我这堂会 以吃为主 那么下个通知 告诉新丰楼 承办这次堂会 啊 让他们别出心词 热闹热闹 必须叫来宾满意 必须叫老子满意 是 通知下方了 汪恩普一接着这通知 手 腿肚的转心 汪恩普心说 这胡帅不好答对 他不像曹坤给俩钱 他没词了 这位是软硬不吃 举行这么大的堂会 一旦他要翻了脸 谁也活不了 怎么办呢 请乱扑包 大伙都参加了 乱扑包也来了 一见面 汪恩普就说 老弟啊 你还得出处理 以往的事情逢雄化鸡 全仗着你老弟 这次叫张大帅高兴 还得仰仗着老弟啊 你看看咱怎么办 乱扑包听 心里跌停紧张 不知道怎样能使张作霖 满意 书接上文 张作霖要举行宴会 这事儿 使新丰楼上上下下的人都头疼 这一族不好伺候 说到这儿咱就说两句 开饭馆那么容易 酒饭茶寺 最难开 哎你得干深入大众 谁都得吃饭 特别是饭馆这行 因为什么呢 什么人都有 四官两面的 黑白两道的 有证人君子 也有歪毛淘气 这玩意难伺候 你知道说哪句话 把人得罪了 你知哪样菜不得位 人把锅子招了 所以这行又叫勤行 又叫险行 不好干 你妈说那旧社会 那军阀时代 你就是新社会 这饭馆里头 也免不了 也有歪毛淘气 不管偷他爹 偷他妈的 弄俩钱 在这儿光绅士 摆阔气 没事挑刺找毛病 咸了蛋了 怎么得 挑一大堆不是 所以你饭馆里 笑脸大堆 客人说什么 别上话 当然 咱说的这种人 是极少数 但极少数他也有 何况那大军阀 那家难刺我透了 王安普害怕了 推给乱铺包 让他全权负责 乱铺包一看 老掌柜的集成那样 心地善良的 乱铺包点头答应 好好 还有几天时间 老掌柜的放心 把这事交给我了 我包准 大元帅满意就是 谢谢 薛棠 有你这话我放心 这乱铺包干嘛 找了个借口 看看那灶上怎么样啊 这宴会怎么举行啊 看看地势啊 抽抽房间呢 以这为借口 到了张作霖 大元帅的宅子 其实他也看了 大部分时间 明察暗访 了解情况 你得看张作霖 你得看张作霖又敬他酒这呢 他实际上不太了解张作霖 比方有什么忌讳 有什么说的 你得做到心里有数 饭是跟张作霖能站上边的 他就走访走访 特别是找了一个姓孙的孙厨师 专门给张作霖做饭的 这老头挺好 手艺也扩 哎呀乱铺包 请这老头喝点酒 两个人坐了一次长谈 老前辈 我向您来请教来 大帅要举行家宴 款待亲朋贵友 我们怕大帅生气挑毛病 请老人家赤教 您服侍大帅多年了 您是最了解情况的 老头一看 小伙子挺好学 好 高兴 你叫什么名 我姓鸾 我叫鸾学堂 外号鸾铺包 您就管我叫铺包 哎哎哎 老弟啊 难得你这么虚心 你找我老孙头 你找队 你知道大元帅属什么 我听说属猪 哎对 大元帅属猪的 大元帅还最爱吃的是猪肉 所以我建议你 这个家宴方面 离不开猪肉 我怕上猪肉 大帅飘里 不能 不能 只要你做得得位就好 这咱俩多老实老啥 你心里做的有数 大元帅属猪 他还最信奉猪 哎 据我所知 大元帅每逢 决定重大的事情 都得查看日子 必须得猪年猪月猪日 比如大仗 他也是采定日子 你说邪门不邪门啊 我记得 大元帅出生的那一年 尬拉一降生 那犀利说话 是1875年了 正好光绪皇帝 寄皇帝位 多巧 这是一席 后来大元帅 当了土匪 当了马贼 当马贼的那一年 又是猪年 有一个师母的人 这个盲人 姓包啊 据说这个包先生 能掐会算 这包先生 我还见过几次 那在东北那时候 红的发子 那是大帅的好朋友 经常出入帅府 给大帅参赞事情 给他掐算事情 包先生曾经预言 说大元帅是属猪的 猪能化龙啊 让大元帅 不管决定什么事情 必须猪年猪月猪日 大元帅就这么办 同时包先生还说 如果要照这样下去 猪能化龙 那么 早晚大元帅 能称王称臂 皇室 复不可言 所以大元帅 深信不疑 你举情加眼前 不能离开猪肉 那么 别的讲究有没有 有啊 有 你别看他信奉猪 这个机会还特别多 咱举个例子说 好像第一次支风大战吧 他领兵带队攻打无佩服 在前线炮也架好了枪也摆好了 没等开战之前 他有个秦武兵 他有个秦武兵 这秦武兵这小子 这嘴没把门的 一高兴说了一句话 说等咱们打胜了之后 杀口大肥猪 大家解解残 管子 据我所知 张大帅 火望上撞 拽出手枪来 啪一枪 脑袋给打碎 犯了机会 所以支风大战第一次 张大帅失败 张大帅过后还提这事呢 多吉利 让他妈这小子说的 所以说 老爹 你还得多加留神 特别说话 办事 多加谨慎 你要犯了机会 他可犯脸不认人 明白了 明白了 总而言之 我多跟你说说 你牢记在心 你要实际掌握灵活运用室 这么这么这么 乱夫包是收获扑风 明白了 这也叫孙子兵法 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也叫百战不殆 你得了解对方的情况 办事不由东 累死也无功啊 你得投其所好 让人家高兴 于是 乱扑包 做了个完整的计划 等下案会举行的头天呢 张作霖不放心 派人去问去了 准备的怎么样呢 乱扑包把心一横说大话了 请上副大帅 让大帅放心 包他满意就是 好嘞 回去跟张作霖这句说 张作霖还乐了 妈的嘞 这小子还保密啊 想给我来个惊喜 嗯 错不了 单说正日子这一篇 上午九点 率府那人就来多了 那全是军政两界的要人 这都什么人物 有的是西服革履 有的是长袍马挂 有的都是 穿的都是红毫镖烧好衣服 全是宝石项链 带着钻石戒子 全都是金刻尾 一个个是威风淋淋 另外商界派的物 北京出面的人物 头面人 都有两下子 都参加 多大千余人 另外各使馆的 还派来代表 也应邀参加 什么 闭眼金发子 西服革履 都带着夫人 还有带着孩子 那可以说盛况空前 盛有如云 张德林 高兴 身穿便装 军政府的大元帅 殿下的皇帝陛下 出来跟大家 谈笑风声 跟大家握手 而后坐着正座 虎皮高娇起 文武大员 在两旁就坐 张德林 看了看表 中午开席啊 时间得准备准备 新房楼的人来呢 回答是 全到齐了 把乱头包给我叫来 乱头包昨天晚上新洗个澡 换了一套新衣裳 蓝色的长衫 青马甲 脸洗的被儿亮 干净 卖部来到张德林进去 大帅 我他妈小子 换装了啊 我说准备的怎么样 包大帅满意 行 我一百个相信你 可不准叫我丢人啊 哎 我这些朋友们 都到齐了 你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 把这洗面上的事 向大家交代交代 让大家也高高兴 怎么样 欢迎同意 说吧 是 我们把那心跳的 冒了汗 心说这足喜怒无常 今儿个就是今天 弄好了有赏 弄不好脑袋搬家 哎 豁出去了 乱扑包 毕竟经过大风大浪 往那一站 满面得一片 大帅荣炳 各位荣炳 说着把菜脑袋都拿出来 各位 高鹏 贵友 大元帅 各位将军 各位大人 各位夫人 各位小姐 放大帅 放大帅之命 今天在此举行宴会 我们新风楼 为了祝贺这次宴会 特摆的是 全 猪 猪 全 猪 帅 乱扑包的话 刚一出口 满座 华 兰 都不乐意了 众人听 什么 全 猪 帅 没听说过 好像我就吃过 全 羊 帅 全 鸭帅 没听说 还有全猪席 这才是心情 有的人还说 什么玩意 大元帅 太吝啬点 就咱们竟吃 山珍海味了 没事 吃什么猪肉 全猪席 都什么玩意 就说 这些议论纷纷 不满意 张作霖的脸 呱呱呱 吹起来 眼珠队 瞪员 瞪呆 等等 你他妈说什么呢 就用个招待我这些朋友吃什么 大帅 大帅息怒 听小的往下接着说 鸾头包也豁出去了 不回答张作霖的问题 照样从中镇定的跟大伙说 各位 高鹏贵友 大家知道 我们大元帅 是属猪的 是天星下界 大元帅不但说是属猪的 而且我们大帅 对猪年猪月猪日的事情 是非常的注意 是非常的信任 什么事情 必须是猪年猪月 猪日才能做决定 正因为如此 我们大元帅 才能 旗开得胜 马到成功 坐到这个位置上 咱们大元帅 不仅是天星下界 大家都知道 他老人家最爱吃猪肉 既然大元帅爱吃猪肉 我们大家还有什么说的 我们就得借瓜 大元帅喜爱的 就是我们大家都喜爱的 今天大元帅 摄摆全猪宴 就是跟大家呀 有福同祥的意思 我们在座的各位 都要沾大元帅的瓜 所以我们新风楼 才准备了全猪宴 你说他能摆会 那回听 还是这么个理啊 张作霖刚要挑毛病 又乐了 我把这小子真能摆会 对 我呀 就爱吃猪 我还赎猪 说得对 说得好 张作霖这一说话 比一些人见方使多 你看 对 说得对 说得好 全猪宴 全猪宴 那太好了 欢迎我 还有的说 借大帅的瓜 我就爱吃猪肉 借大帅的瓜 我爱喝猪汤 我爱喝猪汤 溜絮拍马 最高的元首说话的 比一下顺风皆辟 哇 哎呦我 卵扑扑扑的心呢 这才平静下来 张作霖说 哎 我扑包 怎么办 什么叫全猪器 给大伙讲讲 都什么好吃的 哎 一样样讲上来 大帅龙饼 大帅真够大方的 让我一口气说出来 让大家一饱耳福 大帅 您的是大方 小的可挺吝啬 我不想这么讲 我准备上一道菜 讲一个典故 上一道菜 说一个笑话 不知大帅意下如何 嗯 行啊 还露着呢 这么做也可以 好好 一道菜讲个笑话 一道菜讲个典故 说不上来 打你的屁股 还得罚酒三杯 是 开心 开心了 咚大咚咚 咚大咚咚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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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干嘛 奏乐 人家那吃喝不奏乐 哪行 两郎之下 乐声一起 悠扬的烟乐 在看瞎子的人 跟穿梭 一样 这菜跟流水一样 摆满 这些桌子 上一道菜 乱婆婆讲个典故 上一道菜 说个笑话 说了个满堂菜 张作霖是非常 得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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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